第九百四十一章绝处逢生 这一项服役出现 便引起了四方天地的连锁反应 顿时间 诸般事物泛起光芒 生智清晰 分毫必现 时间仿佛在这一刹那彻底停滞 但光圈和法力却仍旧还在不断蔓延 仿佛永无止境 众人和妖魔都来不及思索 这一意向的显现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见光圈所及之处 各式法宝 冰刃衣甲 大多都亮了起来 一名铸鸡好手惊讶地看着自己手中 一把平常的上品真气法剑陡然变亮 神风笼罩在上 宛若秋水红光 锐利之意油然而生 上品真气法剑 这是利器 若是落到凡人手里 自然消铁如泥 无坚不摧 但在铸鸡修饰手中 只是坚韧耐用 锋利顺手 算是不错的精良之作 但离真正意义上的法宝 还差了不少 众人大多都是草莽散修出身 懂得的高深密传不多 手中法宝 也是战乱之中侥幸的来 损毁数件好的之后 无人能修 变得越来越破烂 大多只能用些普通之物 刚才这柱鸡好手也试过 手中真气急在三头魔神血液身上 竟然只见火星四起 留下一道道白印 根本毫无威胁 但在这时 不知为何 他竟是升起了一股能够斩江沙敌 无坚不摧的豪情 仿佛手中提握的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神兵 谭宇和冯阳修为更深 也发现了各自手中法宝的变化 他们手中法剑 都是从别人处得来 据说 是其宗所产的真凭宝器法剑 利用五玄金打造而成 分别内运雷法 火源 对敌之时 能够催发剑中蕴含力量 克敌制胜 不过两人都是野路子出身的高手 丹城中下品 原本并无晋升后期的希望 只是在魔灾爆发之后 大量取用妖魔内丹和精血修炼而成 属于草莽之中的幸运者 他们新换真凭宝器 但却还没来得及完全祭炼 只是简单摸索之后 当作趁手兵刃使用 这时候他们感觉到 光圈涌过之后 手中法剑已然解开 仿佛所有封印尽数消弭 原本便续养在内的强大力量 第一次全部展露出来 不仅如此 天地之间 似还有一股莫名的法则涌动 使得神风加持 元气灌注 整把剑都开始微微发亮 另外一边 枫阳怀中突然一热 原本一方景奇样式的真凭宝器 也自动从怀中飞出 此物名为火云席 也是它从一鸣战死到有手中的来 但却不太懂得使用 草草祭炼之后 毫无反应 以为已经损坏 此刻这火云席 也似乎一下就被光圈解开封印 所有内在的力量物质涌动 宛如有灵 四方元气在它出现之后 如同被点燃 一股股炽热元气扩散 但却不伤及身边道友 而是随着冯阳心意卷动 凝缩 如臂食指 除了冯阳之外 其他几人身上 各种宝器 真器 法器 也一一浮现 宝珠 宝塔 宝骑 宝镜 各式各样 不一而足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众人惊讶说道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冰刃法宝 都有这般变化 有些人便敏锐发现 战死道友身上 以及另外一些别家所产的 毫无动静 这一阵异象 只与那些天南气宗 出产之物有关 而且也不是所有气宗 出产之物 而是宗主一脉 并成虎山派技艺所制造 这些法宝 都有虎山派的特殊名印 非常容易辨认 这时 回过神的诸人 已然顾不上太多 因为妖魔在愣神过后 父友扑了上来 正在严密戒备的铸鸡好手们 当即赢了上去 剑出 芒闪 血剑 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功用并不是太明显的各式兵刃法宝 此刻竟然全部都变做了强大无比的神兵力气 面对势均力敌的大妖高手 竟然也轻轻松松 便刺穿他们皮毛 斩断筋骨 甚至当场格杀 一头大腰仗着自己铜皮铁骨 不为刀剑 想要冒着对手的攻击冲上前 但却不料一剑下来整个身躯都被劈开 从格挡的手臂到坚硬的头骨 再到整个筋骨血肉 竟然如同水魔豆腐 入手丝滑顺畅 全无阻制 虽然有那大妖大义 并未鼓动法纲抵挡的原因在 但这鼓一劈到底的感觉 也把挥出手中法剑之人都惊呆了 他带着几分难以置信 看了看手中法剑 又看了看分出两半横躺在前的腰师 突然大叫一声 法力催吐 形成剑芒便往前一窄 剑气如虹 凝若实质的锋芒 带着阵阵雪花飞剑 竖头大腰 竟然同时身受重伤 剑任锋芒 犀利如斯 各位道友 一起杀出去 虽然不知道底发生了什么 但众人都是草莽江湖厮杀出来的好手 一旦从绝望之中觉醒 便化身不可阻挡的修罗 是要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的法宝 好像变强了 好强 谈与面露惊喜 同样来不及思索 就把手中一枚闪动着白色雷光的宝珠记起 杨雷珠 给我轰 这是一件真凭宝器 名为杨雷珠 原本续阳有数到正阳真雷 能够灭沙邪灵 伤敌魂魂魄 但自从半年前 他经历一场苦战 把所有内力元气耗尽之后 便不懂得如何充能 也没有商会管事 或者气道中人帮他解开封印 完全纪念 一直都只能藏在身边 使他吸纳自己打坐修炼知识 外溢的法力 慢慢自行恢复 这种未经纪念的法宝 使用起来最是艰难 但此刻 他竟然与此株有了一种血脉相连般的特殊感应 信念一动 便轻易就把内里的一道真雷调运 然后激发出来 轰 雷光当空落下 宛如晴天霹雳 猛劈在一头魔神血液身上 弹于手掐剑绝 宝剑如流星闪过 只取笛声 只听得扑通一声 剑韧静是穿身而过 他这把剑是雷霆法剑 自带一丝雷霆法力 在刚才光圈出现之后 更是能够轻松除去法力 转化雷霆 带着他全力催发的雷霆剑气 止一急 便把伤口周围的脏气都烧得焦糊 魔神血液怒吼一声 血肉眼生 就要蠕动着恢复 冯阳抓住机会 火源法剑贯穿魔区 恢复知识顿时为之一致 好机会 韩宇和冯阳强忍心中狂喜 连连催动法宝 各班刚元神光 带着强横的威力轰击在魔神血液身上 魔神血液怒吼连连 但却抵挡不住冰刃锋芒和法宝威能 全身上下血肉飞溅 惨烈异常 这些人足修士 原本难以伤及他 但在请客之间 手中冰刃法宝通通变得强大无比 以他肉身之强 竟然也无法抵挡 更何况 在场还有两名结单巅峰高手 不计代价疯狂猛攻 不依惠尔 这头魔神血液便轰然倒地 气绝身亡 众人士气大震 又在围攻另外一头血液 经过一阵精巧配合 韩宇抓住机会挺剑之刺 穿透敌球眉心 而后守截法印 平推而出 他全身法力疯狂贯注在杨雷珠上 带着闪耀的雷芒重重往前一撞 轰 炸雷声中 这一血液顿时四分五裂 行神俱灭 冯阳急切道 韩道友 你没有事吧 别管我 快 从这边杀出去 韩宇收起宝珠 身躯一晃 险些栽倒在地 但面上的神情 却便做一片狂喜 这些妖魔的阵势虽然严密 但人族修士门连杀两大首领 竟然生生凿出一个巨大漏洞 只要在杀树头大妖 就能够突围到外层了 韩宇和冯阳并肩作战多年 早已培养出默契 冯阳当即奋不顾身扑身前往 剑影连连 急杀栏路大妖 片刻之后 这些大妖纷纷倒闭 严丝合缝的妖魔困阵终于告破 冲出来了 也许果然就是孽序 除了逞蛮勇 还会干些什么 要是换成名门大派的弟子施展合集大阵 我们早就死在里面了 又怎么能冲得出来 废话少说 速速离开此地 其他人见状 纷纷大喜 狂笑起来 士气大掌中 韩宇和冯阳带着锦盛的二十好手一涌而出 沿途还不忘顺手斩杀树头追上来的大妖 谨慎的最后一头魔神血一怒吼着 想要追及上来 但却见一名助击好手突然抛出一把铁杀 那是上品真气铁浮屠 一经抛出 便迎风而涨 在这楚小刚立起一道道高大的铁塔 铁塔至上明刻到文静志 未然城镇 竟然运转四周天地灵气 把所有笼罩在内的妖魔都困了起来 光幕之中 妖魔与修士门静在咫尺 看似一个冲锋便能够突围 但却物资在里面狂奔打转 仿佛格招数百丈距离 直到韩宇等人带着麾下修士走远 那头幸存的魔神血一方才惊绝 幕后一声 满力撞倒几根铁塔 从塔林里面冲了出来 经过这一阵耽搁 众人已然冲杀到外面 冯阳伸手一招 一口青色葫芦凭空生起 这是一件真凭宝气品级的盾气 在天空莫名出现的光圈加持下 速度飞快 顷刻之间 便带着众人远顿而去 第942章香火愿力 上 房室外 长街前 一道顿光飞底 二十人降下 几乎是一落地 便有几人大喘着粗气 直接躺倒在地 也有人含泪大笑 大声急呼 回来了 我们终于回来了 韩宇和冯阳心性沉稳 倒是没有和那些年轻修士一般激动 但死里逃生 疏为不易 还是相视一笑 露出了如是重负的表情 这时早已风停雨歇 工程的妖魔也退去 但血水流淌的满地都是 来不及清理的妖师堆积一地 熬战过后的房市 被显狼藉 周围有几名修士看见他们回来 连忙跑过来迎接 看见是韩宇和冯阳 大喜道 韩前辈 你们回来了 韩宇见其他人也要围拢过来看热闹 面色为寒 道 大家继续戒备 不要大意 冯道有 我有事跟你说 我们进房戏谈 冯阳看了看四周围观的众人 会议道 好 眼下他们虽然侥幸逃生 但却被杀四名结单高手 仍有随时崩盘的危险 周围人多口杂 不知道传扬出去 会变成何等模样 所以两人都有默契 要控制场面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件事 更值得关注 他们要弄清楚 自己身陷绝境之时 所遇到的那一幕 究竟意味着什么 不久之后 韩宇和冯阳召集亲信 控制场面 暂时演下了四名结单修士战死的事实 又找到一批亲身经历 手中冰刃法宝变化的人 阐述当时场景 不止他们这只斩首骑兵遭遇法宝意变之事 留在房市中的诸人 也有同样经历 正是靠着这一意变 他们才突然实力大增 杀退大妖 此战 我们斩杀大妖八百余 几伤五百余 先不谈这些 你们来看看 这些法宝都有什么共通之处 韩宇制止了其他话题 把众人的关注引回到这一世 韩道友已经查清楚了 全部都是天南气宗虎山一派所产之物 当时他们四倍注入了一股加持之力 悟性改变得到强化 房中意识堂中 冯阳伸手一射 一口成名透亮的真气飞剑落入他的手中 你们看 这把是虎山派所产的上品真气清风剑 内运急速静置 运转如意 威力上成 另一只手抓起另外一把法剑 这是其他地方来的上品真气法剑腾云剑 看名印 是注鸡鸣是爱道友所炼制 口中说着 他突然提起两把剑 相互着急 只听得丁得一声轻小 清风剑划过腾云剑 如同削铁如泥的宝剑划过一根树枝 腾云剑应声而断 众人见状 口中不经思的一声 倒吸凉气 这 这怎么会 两种真气 差距竟然如此之大 不应该呀 以前也不是没有持着两种真气的道友切磋斗法 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难道 那光圈蕴含的奇异力量 当真已经把它品级提升 冯阳道 各位道友看到了 没有错 此刻这清风剑 的确已经远超寻常上品真气 我刚才请教过朱道友 据他估计 硬是在真品与绝品之间 冯阳口中的朱道友 是房市之中 为数不多的气道人才 其人原本是秦兰商会的管事 见识过不少法宝和宝财 有几分见识 冯阳回头道 朱道友 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朱信修是从冯阳身后的人群走出 微微点头 道 这清风剑发生过物性改变的变化 原本所运宝财清风钢 强度在甲等中上 如今已经变作特等 而且 在其剑体深处 多出许多意义不明的密伏 形成续运钢源的静置 能够使得催发出来的剑钢倍增 强度在原来的两倍左右 众修是面色各异 听着朱信修是逐一分析这种非剑之中发生的变异 接着 他又谈起几种其他同样发生变异的法宝 这些法宝 要么变得更加锋锐坚韧 要么内里注入了强大无比的元气 各自充能加持 两久 朱信修是面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神色 得出结论道 可能是有什么前辈高人 以我们不知的手段为其加持 才产生如此效果 韩宇道 这种效果 是永久存在 还是只能临时维持 朱信修是肯定道 悟性改变和生成静置的部分 是永久存在 不会逆转 但那股加持之力 应该会在多次使用过后消耗完毕 韩宇暗暗点头 这模样 的确像是有前辈高人暗中出手 他猜不透 这究竟是何人所为 目的何在 但却明白 方圆数十里 成千上万人所持 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法宝 都发生了强化变异 这是自己和在场诸人都无法想象的神通大能 想不明白 就不要多想 这是草莽生存的法则 只要那些刀剑一甲之上发生的悟性改变能够保留下来 就已经够了 我们或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 韩宇沉吟一阵 沉生说道 冯阳问道 韩道友 你打算怎么做 韩宇道 我刚才亲自试过 普通修饰手中的法器 真起刀剑 都已经能够轻易斩破大腰的皮毛 战斗之中 同样能够伤及他们 而法医 吴凯 也足以抵挡妖魔爪牙 能够为我们提供最大限度的防护 我们或可以集中精锐 凭借这些法宝发起一次强袭 法宝的增强 无疑使得人族修饰一方的胜算增加许多 因为人族修饰们擅长阵地防守 能够相互配合 听从指挥 进退有序 这些都是将其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的特性 或许在一对一的交战中 这种增强只能够增加几分胜算 十对十 便可能是一成以上 百对百 千对千 却会变成压倒性的优势 谭语说着 越发肯定 坚决道 事不宜迟 我们要趁着敌方心败 迅速寻找战机 黄道友 陆道友 你们去把房中所有擅长飞剑之术的助击修饰照来 朱道友 你集中一下发生变异的宝兵 越犀利越好 此外 还要一批真凭以上衣甲 盾气 众人很快行动 召集起一批人数在百人上下 使有变异飞剑的助击好手 稍事休息 便再度出击 这一回 他们目标明确 行动果掘 直扑数十里外妖魔盘踞的山谷 只渐渐如雨下 寒芒四射 顶刻之间 背袭的妖魔便被分尸 而当大妖门怒气冲冲地追赶上来 又被众人远远抛离 然后回过头一涌而上 剿灭少数追得快的精锐 这批人当中 有韩宇这名杰丹巅峰修士亲自带领 另外一名杰丹前期修士辅佐 等贤大妖 根本不是对手 如是几次 竟然让他们诛杀尽千大妖 连锦上的最后一头魔神血液也引了出来 若是在白天 这批人如此失为 也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大部分人手中刀剑 根本无法击破魔神血液 甚至连一些身具铜皮铁骨天赋的大妖也杀伤不了 但此刻 修士门操遇的飞剑 即便隔着白尺以上距离 也仍具备惊人的杀伤威力 追击大妖没走几步 就要掉下一大片血肉 直至万箭穿星 大谢八块 妖魔数量众多 追击片刻 难免合围 但众人身上衣甲钝器 都已经经非洗笔 依旧轻松藤魔转战 几乎没有伤亡 当夜 一番熬战 韩宇顺利带着众人 把那魔神血液击杀 并斩杀大妖超过1500之数 大胜而归 凭此一战 他们终于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 这韩宇 倒是好决断 能够抓住机会 利用法宝特性主动出击 也算没有辜负我一番苦心 韩宇等人并不知道 就在他们欲写奋战之时 悟到崖上的仙殿中 李婉宇同道人左右平坐 身前观天境悬浮 照映着这一幕 两位道境巨拨 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 没有丝毫遗漏 同道人感慨到 细运之道 果然神奇 只是凭借本道之物感应 便能分神万千 照映虚空 把你的造化之力显化于外 如此强烈的显胜手段 修真戒中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李婉淡淡一笑 道是不以为然 可能是因为我新创道徒 大到有感 给了不小助力吧 同道人也赞同这一看法 新创道徒 总是有着别样的好处 至少 你统设这一道统 便是始祖 可以吸射万方细运为己所用 这还是其宗不星 若是有灵宝宗那般的地位 只怕刚刚成道便能够超越我等 直接进入道长生不朽的境界了 同道人言谈之中 对李婉所选取的道徒 有一丝羡慕 我等以利正道 注重的是自身修持 成就的也是始祖道统 在修炼进度和险胜手段方面 确实远远不如你 不过 他画风一转 这一道图 也有诸多弊端 尤其别人对付不了你 可以对付你的道统和门人 由此引发内衰之劫 你所具备的弱点 远比我等明显 李婉沉默片刻 道 有利有弊 李当如此 第943章香火愿力 下 李婉说话之间 一缕缕闪耀着灵性光辉的银白星芒 如同丝线向他飘来 常人难以看见这些星芒 更遑论接触 李婉却似乎能够将其完全掌控 伸手一揭 便如抽丝剥茧 把他们尽数从虚空收拢在手 这些星芒会聚在李婉手中 渐渐会成一粒微小的星点 犹如圣夏夜晚中的萤火虫儿 这些人信念汇聚 果真形成了愿力 为我所得 李婉面上带着一丝欣喜之意 道 从白天开始至今 我已经收集足够数十健保兵所需的分量了 相信今后还能维持 源源不断增加 同道人见多事广 淡然说道 你不惜法力 在他们面前显胜 自然能够获得还愿 尤其他们身处绝境 别无救星 所生愿力更加精纯 若非如此 就凭这区区万余人 都未必能够满足一件宝兵所需 李婉道 一确如此 他说话之间 放开星点 任由他飘向身旁 不久之后 便飞向头顶三尺楚 在那里 虚空中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大门 彩色光圈阴晕流转 带着无尽的宝光接引着一星点 星点渐渐消融于其中 依稀间可以看见他飘了进去 融入到一尊盘坐在巨树之下 通体金黄的巨大法相额头 在星点入体的一刻 整个法相 似乎涌动起了一丝生灵般的感觉 仿佛活了过来 同道人见状 心仪一生 有些意外道 你竟然把他归于法相 而不是自己吸收 也难怪 众生愿力包含七情六欲 融入太多 虽然对你修为有利 但也容易迷失本性 进入神道 李婉没有回话 而是为何双目 静静地感受着 从中流传过来的意念回馈 在这星点入体的时候 他仿佛化身众生 品味到了妖魔大军 环四之下的绝望恐惧 而后又是道法显胜 宝光加持 近乎奇迹一般的逆转 无比的欢欣 激动 种种意味 深邃幽远 回味无穷 过了一阵 李婉才睁开眼睛 缓缓言道 我已法相封神 凝聚今生 便不怕沾染这些因果 同道人道 但修炼至后期境界 恐怕还需展出自我 成就真正的灵尊 到时候 你舍得这些力量 不过是外物罢了 我需要的是众生愿力汇聚的过程 而不是结果 待我修炼至后期 造化之力必然也已有成就 且斩断这些旧事 李婉道 刚才前辈不是还担心 我身系本道气韵 弱点明显吗 这样便可以去利避害 同道人笑道 你这般羞耻 也需要莫大的决心啊 不过看来 你是打病主意了 他看得出来 李婉对后续道徒 已然有所决断 也没有多说什么 过了不久 同道人对观看韩语等人动向失去兴趣 便身影淡去 消失在这处殿堂 他本就是晋急私动 借着大阵凝聚法身 来到李婉闭关之地与他闲谈论道 如今又回到造化顶中修池去了 他是残魂 不比李婉一般 可以随意四处走动 大把的修为和寿源可以消损 李婉也没有管他 物字静静观看 宝镜之中的影像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 但终归还是越发变得清晰起来 这是众人愿力找到了寄托 维系在虎山派法宝之上的原因 经过险胜事件之后 韩语等人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中 早已经感恩戴德 对手中神兵信任 喜爱远超以往 甚至到了寄托信念的程度 这样的信念越坚定 便有越多愿力 源源不断地凝聚过来 被李婉接纳和利用 时间很快过去几天 李婉亲眼看着他们迎来妖魔大军 与漫山遍野的小妖罗罗厮杀 无数的妖魔被录 但亦同样有人足修饰死难 双方激烈交锋 保战不休 从白天战到夜晚 妇又从夜晚战到白天 众生苦难 豪情悲伤 喜怒哀乐 都仿佛在其中演绎 攀战之中 一缕缕丝线般的银色光芒 再度显现 如同清泉细流 源源不绝地飘荡过来 他们的一头牵在那些 手持变异神兵的修士身上 一头牵在灵尊精深眉心 如同因果纠缠 每当有手持神兵的修士战死 相应的丝线就会断绝 愿力的涌入戛然而止 但每当有同伴收起神兵 再度投入奋战 同样又会有新的丝线出现 依旧如席 丝线的粗细和输入的愿力 也同样有大有小 每当有人依仗 手中神兵杀破强敌 信念更加坚定一分 这股愿力也长大一分 凭此一战 李婉又再收集了 龙眼大小的一枚光团 他感受着其中 涌动的众生情谊 诸般信念 渐渐消融结合 转化成为对手中神兵的 信仰和崇拜 终于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终于成功了 接下来就看这法宝封神 是否当真行的通了 李婉轻轻一服 一抹灵尊典化大神通的灵光涌现 注入到身前光团之上 旋即 这光团便四染上了一层灵动的光芒 点点银白犹如水波荡漾 翻涌不息 灵尊典化大神通所运的灵光 确实是一种足以开启法宝灵志 点化俗悟的强大力量 也隐约涉及到造化法则之中的灵运部分 但有一大缺憾无法避免 那就是这等力量 只能够当作一个影子 要么是临时存在 无法救持 要么就是作为种子埋藏起来 以宝材为壤 以灵运为水 百般呵护 大振相辅 经过漫长的培养和炼化 才有可能成就真正的气灵 但是这股众人愿力所凝聚的银白光团 却似乎打破了这一场理 融入灵运种子之后 立刻促使其生根发芽 迅速成长 变作一团灵运的光芒 李婉看着他穿过虚空 沿着其中一条较为粗壮的银丝逆流回去 完全融入到了战场之上 其中一人手中宝物 那是一位筑基中期境界 掌有一口紫金法灵珍器的修饰 此人修为中等 在参战重修当中 并不显眼 赖以为中的紫金法灵珍器 却是一件经过保光加持的便衣一宝 已然拥有绝品以上的强悍威能 在修饰的操控下 紫金法灵漂浮在身前 时不时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 靠近的大腰便惨痛哀嚎 亮呛不止 轻易被其他修饰所杀 这是紫金法灵之中 内运的阴沙神通 阵魔幻阴 可以抵挡神魂 攻敌不备 只可惜 这件法宝中就只是真气 它本身的威能 只能够对身遭几账的敌人产生作用 想要自行克敌制胜 就必须要集中法刚 全力凝聚阴波力量 但这修饰自己修为有限 晃动法灵一悔而 便感觉法刚耗损 难以久持 修饰焦虑之间 越发急切 恨不能手中掌有一件 威能强大的灵宝 克敌制胜 无往不利 因为自身修为为博 掌握的神通法术也不多 它只能把更多希望寄托在外物之上 信念寄托也远比常人诚挚 突然间 修饰耳朵动了动 它似乎听到空中换音响起 经诚所致 经时为开 既然你如此诚心 本作便赐你一件灵宝吧 修饰一货皱眉 神木声音 就在它诗神间 手中紫金法灵 涂物地涌现出了 无尽的银白光芒 宛如强大生灵的气息 涌动不止 它在这一刻 品级狂飙 从一件绝品真气 快速提升到了 灵宝的境界 但凡有气灵 觉醒的法宝 都可以称作灵宝 但其中品级划分 宝体占据相当的比重 以这件绝品真气的底子 原本能够定在 反品灵宝 便就已经是极限 但在这股银白光芒的加持之下 却轻易突破反品 达到了上品境界 而且 内里悟性再度发生重大改变 层层道文静置 明科在内 不断强化 很快 这件法宝 终于在真品灵宝的品级固定下来 银白的光芒 化作了一尊强大的气灵 住胎其内 使得真品灵宝的名头名副其实 这尊气灵的气息非常强大 几乎堪比一尊真正的原音修士 出现之后 极客法力鼓荡 灵音四起 飘荡在战场间 叮铃铃 无形的灵音 带着强大的威能四散传播 无孔不入 方圆百丈内外 成百上千的小妖喽啰惨叫着癫狂乱奔 甚至有些掉转头 往己方战阵冲去 这些妖魔怎么了 都发疯了 好机会 狠狠杀呀 能够活到现在的幸存散修 没有一个是简单之辈 健壮连忙抓住机会 不断杀敌 那名紫金法灵的主人看得呆住了 他感觉到 自己手中的法宝 似乎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异 竟然连气灵都出现 成为灵宝之后 他自身内运法力 已经变得非常强大 自己催动他时 仅仅只需一个念头 便能够趋运自如 再也不负过去声色困难 不但如此 他还感觉到 自己与这件法灵灵宝之间 建立起了奇异的联系 那不仅仅是血脉相连的清净之感 更是心意相通 如壁食指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 这件法宝变成了他生命之中的一部分 本命相连 第944章次法 凭借这一突然生具 强大气灵的紫荆法灵 修士最终直接捅射方圆树里小妖喽啰 扰乱敌势 立下大功 谭宇和冯阳等高手抓住机会出击 连斩来袭三大妖王 大胜而海 王映 你到底因何变得如此神勇 竟然能够杀入敌阵 拖住那么多的妖魔 不少房中修士彼此相识 都知道这名叫王映之人普通之极 大事感觉惊奇 我也不知 硬是此物再度变异 未能增大许多 王映犹豫一阵 把紫荆法灵记了出来 此物在战场上大显神威 不少人已经看到了 他想隐瞒也隐瞒不住 而且其灵苏醒之时 他隐约感觉 自己与此宝建立起了一种奇特的联系 等贤之人 怕是想要杀人夺宝也做不到 他并不畏惧 这件法宝 怎么变成这样了 好生强大的样子 这就是灵宝 众人见到 不惊愕然 他们并没有什么品鉴法宝的本领 但那股堪比原因修饰的强大气息 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忽略的 光是一个气灵觉醒 便足以看出 此宝极不寻常了 闻讯赶来的朱信管是惊奇问道 这的确是一件灵宝 你手中怎会有灵宝 而且还能驱使 我也不知道 这本来是件真戏 用着用着 就变成这般了 对了 我似乎还听到一个声音 说是我诚心所感 布尔特辞我灵宝 杀敌仿生 网映依旧疑问三不知 但还是把当时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众人 经诚所致 今时为开 众人闻言沉吟 韩语沉声道 看来的确是有前辈高人相助 王道友 既然你有了此宝 就好好利用 稍后与妖魔开战 还请施展为能 抵御强敌 网映目光闪了闪 拱手称道 是 谭语又道 各位 都散了吧 此事定是高人暗中所为 有此高人相助 我等定能诸摩解围 得享太平 他这一番话说的颇为巧妙 先是把一切变故 推到子虚乌有的高人身上 然后又安定人心 既抚平了王映的忧虑 又鼓舞了士气 草莽江湖良又不齐 尤其现在正处为局之中 难免有人心生歹意 妄图杀人夺宝 一人的宝 愚人自为 反倒只会弄得防破人亡 韩语决心与防侍诸人共进退 也绝不容许 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秩序被破坏 这秩序 可是比一两件领宝贵重多了 而且他拉拢王映 使之能够为自己所用 也相当于自己得到了这件领宝 如今这种形式 把强大高手牢牢掌控在手才是王道 此外 韩语心中也怀疑 当真有前辈高人在暗中注视自己 以这高人所为 定然不惜杀人夺宝 倒不如先用好这王映 再看自己有没有机会也得赏赐 能够统领一房修饰 韩语除了自己修为高深 也不乏手段 这一番话下来 果然赢得王映感激目光 众人也服从散去 躯空中 李婉目光围动 赞赏点头 随即 观天境景象模糊 人影散去 李婉坐在殿中沉吟两酒 开口召唤道 来人 参见灵尊 一身宫装 犹如天庭仙子的侍女走了进来 恭敬丽在殿下 听后吩咐 李婉道 去召周思过来 周思是树政院的一位管事长老 拥有结丹后其修为 排名在十五位元英大师之后 但却只属于悟道颜 专为李婉效劳 算是宗主一脉的亲信 李婉有召 周思自然不敢怠慢 第一时间便赶到 李婉道 北方雨山房 有一群修士被妖魔围困 你设法让人打通路路 送一批法宝和丹药过去 并寻适当借口 传他们封神纪里的玉器天法门 他随即交代了一下 韩语等人的情况 与山房 周思听到李婉吩咐 不禁为愣以下 林尊跟那群修士妃亲非故 为何不惜人力 平白援助他们 如果说是好心 为何又不干脆拯救他们出围城 但周思也知道 李婉如此安排 肯定有其深意 于是恭敬道 我明白了 谨遵灵遵法旨 便直接退役下去安排 周思回去之后 深思熟虑一番 决定派遣一个御神卫的五人小队前去执行 有段空余避开大群妖魔飞驰 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东西安全送到 到时候 杨作游荡散修洛南 把东西带进房市救市 至于房中高手会不会怀疑御神卫的身份和用意 李婉没有特意交代 周思也不担心 以那些修士们的处境 没有资格挑剔 紧紧抓住送上门来的救命稻草才是正理 夫君 你派人前去联络韩宇等人 但却并不直接解救他们 可是为了参研封神秘法 在周思着手去办此事的时候 肖清宁了解到有遇神卫派出 正好前来探访李婉 问及此事 不错 李婉道 这一秘法 涉及诸多秘藏 若在和平时代 长久参研也难有结果 如今魔灾四起 契宗珠宝有用武之地 才是一举攻克他的最好时机 肖清宁闻言 亦是赞同道 战乱之际 各种武器法宝才有用武之地 也契宗大行其道的时机 这场魔灾中 他们不仅得到了平常难以获得的猪斑宝才 更获得了广大宗门世家的求购订单 各种领域 珍宝 源源不断进入宝库 为接下来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肖清宁提议道 若有机会 把那批人收进护法堂吧 能够在那边垂小房坚守十年 足可证明有独当一面的能力 李婉道 若他们真能杀出重围 你让人前往劝说就是 招揽高手这种事情 他已经不甚关心 都放权交给清宁等人去办 经过这几日的观察 李婉已然确定 这些修士对自己器宗所产法宝 产生了极度的信任和依赖 在他没有亲自现身 解救危难的状况下 能够把信念寄托在手中法宝上 产生怨利 正是他所想要的结果 李婉正需要借助他们了解法宝开启灵性 培育器灵的奥秘 时日一涨 或能减少种种限制 把这法门发扬光大 把人招揽过来 长久观察和栽培 也正是题中应有之意 处日之后 李婉从周思口中了解到 韩瑜等人已经接纳御神卫进入房市 周思禀报道 林尊 御神卫阳做商会护卫 用我们带取的法宝和丹药 换取他们囤积的妖魔宝材 李婉问道 现在他们已经全部换上我虎山派所产的法宝 周思道 应当已经换上 我核算过他们的人数 预备好了足够使用的兵刃和法宝 周思口中的法宝 是除了武器和防具之外的其他法宝 韩瑜手中的杨雷珠 王映手中的紫金法灵 都算在其内 他们最大的用处 就是施展神通法术 弥补修饰某些方面的不足 韩瑜不会遇雷大法 但却可以凭借杨雷珠破鞋灭敌 攻敌神魂 王映不会射魂大法 但却可以凭借法灵统射珠魔 令其陷入狂乱 同样的法力消耗 利用这些法宝 做到的事情并不一般 甚至可以说 与等贤刀剑一甲相比 他们才是真正的法宝 也占据了珠般法宝之中 绝大部分的类别 因此要与武器和防具区别开来 换上了变好 如今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批新道法宝之上 正是愿力新生的时机 且让我看看将会产生何等变化 李婉伸手一服 空中一缕缕的银色丝线浮现 幻弱烟气 朝着灵尊金身飘了过去 但灵尊金身并没有把它们全部收纳 而是摘取部分 返还部分 金身似能感应愿力 轻易分辨每一缕丝线的大小和精纯程度 越是强大和精纯的愿力 返还的比例变越多 越是弱小和斑驳的愿力 返还变越少 不过再多也没有超出一半 依旧还是有大量愿力被灵尊金身所吸纳 经成所至 今时为开 就用你们的诚挚信念 打开法宝封神之门 创造出能够住胎其内的神灵来 如果神体铸成 自会通灵觉醒 变成灵宝 就算没有铸成 这些蕴含愿力的法宝 也不是普通之物能够相比 这相当于是你们平日时时加持 精心维护 虽然远不及我亲自施法 但也足可用于提升其品质 李婉低声你难 整个封神纪理体系 练其只是其中部分 并不完全 还有大半 是这练成之后 修饰使用之余的滋养和强化 李婉成道 维其确立了明确的门路 因此能够大大提升 自己到图所有法宝的晋升潜力 那些原本宝体普通 但却有气灵驻胎的灵宝 之所以能够不断成长 最终成就真正的强大 就是因为有气灵在内 不断为其加持和祭练的缘故 李婉此番 也是利用炼器法门 以灵尊今生统设万方 管控愿力流向 同样能够起到这一效果 封神纪里的运用 是其中关键 所以李婉才要让玉神尉 把它传播出去 把自己主动肆语 转变成为那些修饰 主动祈愿和修持 第945章传道上 光阴流逝 不知不觉中 距离李婉派遣玉神尉赐法 已经足有一年时间过去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李婉平静等待结果 依旧失望发现 韩瑜等人凝聚的怨力 实在太微弱 减去被灵尊今生所吸纳的 竟然还不足以催化法宝产生变异 无法达到改变悟性的程度 更加令人失望的是 因为低阶法宝所采用的宝材 本身品质就不高 很容易便达到极限 无法再增加 这样就算祭练在长时间 所获成效也极其有限 李婉不得已将之回收利用 灌注到灵尊今生之上 那是风神祭礼体系的两大核心之一 和造化之术一般 能够无限吸纳这些怨力 看来 普通法宝 只能得到临时提升 想要达到改变悟性 变异强化的程度 非得上品不可 而上品法宝 吸纳怨力的速度 明显不如真品 如果想要打破这一规律 就得我亲自出手 或者采用特殊宝材炼制 李婉在这段时间 没有见到韩语等人 寄练的任何一件法宝 成功培育出气灵 反倒是获知了不少宝材特性 对他们各自对怨力的 接收和容纳程度 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看来 只能从增加信重 还有改善管理下功夫了 尤其后者 更是气韵之道的关键 可以传承万事 作为不宜之法 但凡采取香火怨力成仙成神者 对待信重 都要有适当的赏罚和险胜 以坚定信仰 吸引新人 之前离完险胜 不惜亲自出手为众人法宝进行加持 就是产生怨力的根基 而后 把众人产生的怨力都集中起来 赏赐给王映 成就其紫金法灵 是为稳固怨力来源 但是这一年以来 众人日日祈愿 行祭 始终无果 导致怨力品质和数量都有所下滑 这是一个危险的苗头 李婉想起自己曾阅的一些险胜手段和掌控信仰技巧 略有名目 或许 这一年以来 太过注重公平 反而导致了汲取怨力的效率不高 应当有所改变才是 夫君 或可是是 把更多怨力分配给韩宇 此人为房氏首领 万众瞩目 他若成功 所有人都能看到 而且 他的实力增强 也有助于维护房市的安全 肖清宁德之离晚所欲困局 提议道 此外就是实力低违 但却足够虔诚之人数名 他们所持法宝品级不高 只需要消耗较少怨力 便可以凝聚神灵 助胎法宝 如此虽然只能成就反品领宝 但是对各自实力的提升 却如同翻天覆地 正是投入小 见效快的典型 冯阳等人 怨力并不精纯 可见并未把太多信念寄托在法宝 这样的潜信者 稍微提点一下 让他们尝过甜头变好 但其修为毕竟有结单境界 神魂念头凝实 潜在价值巨大 最好不要轻易放弃 至于那王印 他所的已经够多 虔诚程度也非他人能比 暂时不必再管他 只需要许以临时提升品级的 加持甜头变好 待得他晋升结单 价值更高后 再考虑是否再行恩赐 李所言确实有理 应该把个人区别对待 不能一概按照修为和愿力品质返还 李婉深思一番 决定按照肖清宁的提议尝试一番 信众是否虔诚 修为实力是否够强 这些都将与所的恩赐息息相关 简而言之 就是看他对整个封神祭礼体系的贡献 对灵尊今生册封法宝神灵的价值 李婉将不再简单按照比例返还愿力 而是采取更为精细和严密 同时也更为有效的分配之法 这一下 果然立端见影 人还是同样的人 法宝也是同样的法宝 但经过一番调整 宇山房内 短短几天之内 并接连涌现了三人所记法宝 晋升成为反品灵宝的事件 而后 韩语手中的杨雷珠 也被李婉险胜加持 蜕变成为了一件真品灵宝 凭此晋升 这杨雷珠不但被韩语完全激烈 能够彻底掌控 更多了能够自如驾驭雷法的气灵 平常也能自行吸纳天地元气和灵域灵气 进行充能 攻击威力和可用次数大大提升 凭空把韩语的实力拔高一截 这些变化 都被其他修饰看在眼里 纷纷去问韩语经验 韩语哪里知道什么经验 无奈道 可能是我花在祭练的时间多吧 你们可还记得王道有所言 经诚所致 今时为开 想来足够虔诚 才能与手中神兵沟通 使其通灵 众人想想 深觉有理 再去问那三名炼气修士 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依旧是韩语牙会 把类似的话重复了一遍 总不可能是因为我们修为吧 我们只有炼气修为 与众位前辈相比 远远不如 若非经诚所致 绝不可能比大家还更快成功 硬是要把新神完全投入其中 信任自己手中法宝 至此 羽山坊中 已经有足足五人得到领保四语了 从结单修为到练气修为都有 实在看不出什么规律 也只能归结到他们足够虔诚 这一下 房中参拜和继练神兵的人越来越多 信义越来越成 将火愿力回馈在各自法宝之上 终于 又经过三月时间 显现出了一些明显可见的强化异变 虽然这些异变 远远不如韩宇和王映等人手中法宝直接晋升那么明显 但众修士也确实发现 手中兵刃更加锋利 衣甲更加坚固 各班法宝的神通威能 也变得强大几分 尤其宝贵的是 以前大多数人手中法宝 都没有经过足够激烈 运用起来 尚有几分声色组织 但在经过诚心修持之后 竟然都有种如必实指的感觉 这等变化 对于急需提升实力的众人而言 已经算是不错的甜头 足以使人为之痴迷了 仿中众人没有发现 能够出现这等反应的神兵 只有少数虔诚者所持 但另外之人 不论如何祈愿修持 也没有效果 不过那些没有成功之人 也不敢认为封神纪理无效 只能够归咎于自己做得远远不够 于是 越发虔诚用心 短短几月间 李婉所的香火愿力 暴涨一倍以上 甚至逐渐向更多增加 相信在过不久 众人祈愿修持形成习惯 可以把这等增长稳定下来 如果有更加有效的祈愿法门 那就更加完美了 不过这等秘法 大多都是中古时代 风神强者所创 专门用于收集香火愿力 未必能够用在 我的本命法宝道图 这时候 李婉想起了其他强者收集和利用香火愿力的方式 至今 他已经能够在个人身上获得可观愿力 但因着交易和祈愿的法门并不完善 效率仍旧低下 据我所知 有些中古大能 是以邪神秘法 又使修持自残或者献祭精血神魂 一人之力 便能够堪比万人 非常功利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容易被各家各派共同抵制 名声臭厚 更加只能用坑蒙拐骗的下场手段发展信重 远远不如光明正大传道的手段 同道人得之离婉所思 给出了两条门路 一个是行正道之路 许诺好处 与信众互利互惠 一个是行邪道之路 急功近利 不计后果 但也无所拘束 前者贵在能够长久经营 源源不断地持续发展 纵使经历数万年光阴 也能维持香火不断 但却因自身修为实力所限 能够取得的愿力有限 而后者虽然一时发展极快 但却容易遭受各方打压 彻底断送前途 不过若是采取的手段足够高明 也能够在香火断绝之前修成长生不朽 甚至不断改头换面 偷取愿力 这两条门路 你决定选取哪一条 李婉文言 道 自然是正道之路 我本命法宝道徒 完全可以万事传承 讲究的就是堂堂正正 细水长流 他以自身宗门为基业 根本没有必要走那急功近利的门路 同道人道 那你最好参照正道之法 改进祈愿之术 多给好处回馈 与此同时 也要放弃一些借助法宝险胜 或者操控修饰的手段 这是避免受到各方忌惮 李婉淡然说道 我知道 凡有的必有失 我的本命法宝道徒 可以在一定程度控制法宝和修饰 其他巨拨 总会有所忌惮 但若我能是之以诚 主动转化成为强调等价交换的秘法 如此对强化法宝和兵认一甲有利 对各家各派增强实力也有加成 他们没有理由不欢迎 其实风神纪李试验到如今阶段 他早已经心中有数 无论巨拨大能 还是低阶修士 都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 坚持交换原则 反而能够长久维持得到最大利益 那些宗门世家拥有最多的高手修士 最广的门徒基业 只要能够让他们认可 必定可以得到极大的发展 该是时候 和火云天尊他们谈谈了 李婉对同道人说道 与山房之事 正是为了这一天而预备 第九百四十六章传道下 吞颜洞天 离火洞 此地为赤阳门太上长老火云天尊 清修之处 即允天地灵气 汇聚山河先缘 乃是整得宗门最为珍贵的福地之一 虽然魔灾四喜 但没有任意妖魔 能够攻到这种地方来 因此 依旧如同往昔 一副鲜物阴晕 灵气流转的玉秀模样 突然 一阵金光照耀 七彩光滑流转 并见李婉的身影 从大阵中显现出来 天南气宗李婉到访 不知火云前辈可在 在他身影出现的时候 一阵无形的神念 传进了洞府深处 马上便有一个清朗的声音 带着笑意 传了出来 李道友大驾光临 真是难得 快快有请 李婉微微点头 飞了进去 国见此间主人早已经在里面等候 便上前见李寒暄 几年时间过去 如今的吞颜洞天也与同山一般 进入到了休战期 不过由于妖魔大军阴魂不散 各处的灵星战斗 总是难以停歇 赤阳门弟子门 这些年也没少经历苦战 要不是赤阳门家底雄厚 迅速从七年前的血杀荒原一战恢复过来 如今形势将慧眼变成为何的模样 恐怕还得两说 魔神自有攻略目的 不会轻易改弦更张 当年我不惜代价 诸杀揪罗帝尊 也正是为了一劳永逸 火云天尊感慨道 此后几年间 倒是又有一尊不知名的魔神前来刺探本宗虚实 多亏了李道友你炼制的天蛇精伦神奇 展示一番威能 便把他经退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李婉笑道 哪里的话 天尊神通广大 那魔神真正忌惮的 还是您本人的实力 火云天尊道 我当时伤势未遇 能够发挥的实力不足平常八成 能够无损经退对方 跟手中有可用道气脱离不了干系 这个你无需过谦 李婉倾笑一声 随即想起伤势之事 好奇探问道 锦云天尊现在可好 锦云天尊自与碧文帝尊大战之后 便没有再出现过 虽然赤阳门的殊辞 是他一直在闭关疗伤 但外界隐约猜测 他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就算没有陨落 情况也比之前想象严重许多 这也可以解释 赤阳门这些年为何放下大宗身段 积极争取盟友 合纵连横 异常活跃 果然 火云天尊听到李婉提起此事 面色便有些僵硬 他现今仍在恢复之中 倒有且物为虑 李婉心中暗叹一声 这回答 恐怕都有不识 不过这是赤阳门的至高机密 他也无意刺叹 假意关心一番 便不再提说了 李婉此番前来 主要还是为自己道徒 这件事情 我明白了 既然你对这一道徒有信心 且把完整的预期记礼交给我就是 我将会以宗门名义推广下去 令各方凌峰世家自行参修 兴许是景云天尊真的情况不妙 火云天尊对李婉这一心境巨拨非常看重 没有二话便答应了 不过再如何主动支持也好 该守的规矩 还是要守 火云天尊也当即提出 要把经义和功法给他看过再说 这是为了宗门基业和气运安全着想 如果李婉在此参入对赤阳门不利的部分 也将被拒绝和摒弃 李婉自然明白这道理 满口答应下来 他不仅答应下来 还早有准备 当场便把用于传道的预期记礼交了出来 火云天尊主动道 李道友 我赤阳门收藏有一些中古时代流传的奇愿经义 都是前辈高人收集香火愿力之用 或对你有所帮助 火云天尊审阅这些东西 需要一些时间 自然不能让李婉干等 那些奇愿惊异 论价值并不低 但与赤阳门本身密集无关 正好可以用来笼络他这样的贵宾 李婉喜道 那真是太好了 多谢天尊 他也知道这次机会难得 本来还想另外向火云天尊提出 不曾想 天尊主动提及 火云天尊点点头 你曾雪中送炭 助我赤阳门解脱困境 这点小小回报 也当是我赤阳门投桃报礼 不必如此客气 接着的几日 李婉都在吞颜洞天密格度过 赤阳门不愧为老牌大宗 传承悠远 李运深厚 李婉需要的不少点击密藏 在这里都有收录 他也趁机抄录部分 介意完善自己弃运成道之法 在这期间 火云天尊也很快就把玉器记礼审阅完毕 火云天尊见多事广 以下便把握到了此法的实质 乃是通过修饰祈愿和修持 不断系练强化法宝 乃是炼器的补充 它的效果分为加持 蜕变 风神三大层次 加持只是从虚空获得部分元气贯注 形成刀剑钢锋 或者元气补充 用于临时提升法宝的威能 属于最基础的运用 蜕变则是涉及到悟性改变 形同纪练宝器一般的高阶手段 当实现蜕变之后 法宝发生强化变异 便可以永久性地提升品级 获得强大法宝 不过最为强大的 还是在于这风神手段 这是以造化之力 点化气灵 侧风宝中之神 其中涉及点化灵性 塑造神魂 夺灵风神等等手段 就连他这样的道径终其巨拨 也不甚明料 好在他能够确认 其中并无操控信众的暗手 或者其他隐患 便予以推广 如今正是多世之秋 即便底蕴身后如赤阳门 也同样急需提升实力 这一功法的出现 可谓正是时候 火云天尊也看出 他对前途远大的高阶修饰形同激乐 因为同样的时间和精力 完全可以用来参修大道 成就主业 若真需要高阶法宝 直接花费灵欲和宝财 向其宗明师们求够救世 也不需要风神祭礼那么麻烦 不过这一功法 本来就不是为他们所准备 真正注重的 还是那些财富有限 资质平庸的中下层修饰 这个阶层的修饰 登天问道已然无望 还是考虑神兵力气更加实际 不久之后 李婉从吞颜洞天反规 便知赤阳门已经开始刊发忌器之法 主动进行推广 赤阳门是传承久远的名门大派 宗内凌峰数量 要以上牵而记 其中一半以上有上进雄星 对这等外道不予关注 也还有另外一半会感兴趣 除这一半凌峰封主之外 又有数千以上 没有封主名位的真传弟子 以及各家客亲供奉支流 然后是各自的死士门客 这里就足有五千以上 然后又是住基修士 数量高达数十万之多 再把那些与赤阳门 紧密相关的基业护卫 管事 只是支流也算上 那就是高达百万支数的人口了 除此之外 赤阳门还有诸多附庸 盟友 都密切关注其动向 赴其继维而行 也开始接触这一秘法 寻求更加的神兵利器 他们那里有的是 对修炼上进开始绝望 转而寻求借助外力 提升实力的修士 继练法宝 成就神兵 不失为一大晋升门路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 这种晋升门路 与其他各道是毫无冲突的 唯一的冲突 在于时间经历 这完全可以因人而异 灵活调剂 打铁药趁热 李宛自然也不会错过这机会 同一时间 也在自己宗门开始推行 风神祭礼炼器篇 这炼器篇 是专为炼器师所用 与玉器篇一注一辅 阴阳相继 一段时日之后 星龙风 雾到崖上 李宛闭目明思 在他头顶三尺 一丝丝银白光芒 犹如烟雾 从虚空而来 汇入虚宝洞天 这些灵性光辉蕴含着众生 祈愿所产生的愿力 虽然其中品质良又不齐 但却胜在数量远远超越过去 在洞天之内 汇聚出了许多 犹如萤火虫一般的星点 虚空中 灵尊今生神念波动 与李宛摇相呼应 一阵阵涟漪之中 其中部分光点 不停地沿着丝线回馈回去 这一点愿力 虽然不足以给法宝封神 但却足以产生加持或者蜕变的强化 无论练骑师 还是使用法宝的修饰门 都已经可以地想其恩赐 至此 李宛的风神纪理体系 越发成熟起来 加持和蜕变 是主要的险胜手段 可以挑选适当之人 较常显现 但这风神手段 消耗的愿力较多 还需得要慎之诱慎 李宛这时候已经越发确认 只要身边有足够的成功例子 其他诸多信众 即便没有任何收获 也不会轻易放弃 当他们今年累月祈愿修持之后 自然累积在法宝之中的愿力 已经足以自行实现一定程度的强化变异 并不需要李宛从别处进行调剂 世间从此多了一种祭拜神兵 沟通法宝的法门 也多了一种信奉手中法宝 相信万物有灵 精诚所致 精识为开的交易 李宛可以感觉到 随着原来越多的香火愿力涌入灵尊今生 他也在渐渐地发生着奇异的变化 似乎越发强大和灵动起来 这是李宛借以成道的本命法宝 他的强大 也回馈到李宛身上 无边的力量不停加持 滋养着他因为的不到足够先灵之气供养 而陷入停滞的修为和法力 道境三重 遥遥再忘了 第947章众云华盖 李宛开创新徒 自成一统原本便静静飞快 又有天南气宗和各方信众的气韵供养 静生道境之后不久便触及三重境界 不足为奇 不过这时 一个新的难关也随之而来 那就是渡截 道境修士每当达到全新境界 阴神出窍 借影天地元气 都会产生奇异的变化 在这由阴转阳 阴阳变化的过程之中 虚空重结将会被吸引而来 道境修士也将重新面临度节 由于每一众境界越高 吸引的天节越强大 中道崩俗 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之事 上古之时 便有不少强者不熟悉其特性 无端陨落在这天节之下 同样也是那些前辈先贤 用自己的性命经历了重重考验 为后人留下宝贵经验 其中一大经验 便是如何避过此节 但亦有一书法 避过天节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只有迎难而上 引导天节之力淬炼神魂 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提升 一种是安全但却平庸的避节之法 一种是危险但却前景远大的渡劫之法 每位道境修士 在这突破关爱之际 都不可避免地要遇上这一选择 李婉 你的选择是什么 究竟是避节修身 还是渡劫成道 同道人陷入回忆之中 不满你说 我在过去 也曾经修炼至道境后期 但却因为度不过九重天节 不得已之下 才要以真灵夺舍之法脱身在此 修成宝尊 不过 若不是有多次用雷霆之力淬炼神魂的经历 我也无法得到长生 延寿至现在 渡劫成道 明显有利有弊 同道人是因为渡劫而神魂受损 不得已转修宝尊 不过 也正是因为曾经度过多次雷劫 虽未修成不朽 但却也拥有了一丝长生特性 正所谓 成也渡劫 败也渡劫 他并无特别的推荐给李婉 全凭李婉自己选择 李婉沉吟一阵 道 我被修士逆天改命 岂能平庸无为 同道人为征 道 你的意思是 要渡劫成道 李婉道 既然长生不朽与渡劫成道关系密切 还是从低阶之时便开始挑战 循序渐进为好 若是到了高阶之时 遇到非度不可的大劫 难免灰灰 我曾经了解过一些必劫之法 无非便是在晋升之前 利用真火淬炼自己的神魂 减少阴性 增强阳性 但这样思维 淬炼的阳神之躯 远远不如利用劫雷淬炼的强大 看似安全 其实已经埋下许多隐患 同道人叹息道 那倒是 再如何强大的真火 也不及劫雷 李婉道 我曾经研究过 玉雷大阵和各种雷霆秘法 发现这一劫雷之中 似乎蕴藏着天地自然 创造宇宙和万物的奥秘 拥有无限可能 如果只把它当作 一种普通的淬炼神魂力量 恐怕会错过许多 同道人道 话虽如此 这条路远比必劫艰辛 一旦选择 辨别无退路 可要想清楚了 李婉道 前辈无需担心 我已经想清楚了 决心以下 不过 必要的准备 还是必不可少 首要之事 便是预备 渡劫的时间和地点 虽说杰雷对修士的神魂 有一种转化阳性的特殊作用 许多道径巨拨 在成功渡劫之后 纵然身躯破碎 神魂残缺 也能够得到天地的滋养 迅速恢复过来 但亦同样不乏被仇家趁机击杀 一代豪强含恨陨落的势力 李婉虽然没有什么不死不休的大仇家 但以本命法宝道徒成道 基身于当世强者之灵 已经在无形之中 欣持了部分强者的利益 如果有人得知他情况 暗中下黑手 也防不胜防 而且 现在摩哉四起 要么强者活跃在大千世界之中 得知有人足的道径巨拨杜劫近生 必定会有所行动 蓝词总总 度劫时机与地点 都需要精心选择 同道人面授记忆 天结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契机感应修饰 这种契机 只有因神浓郁到了一定程度 也即使面临神魂增长关键 法力发生质变 但却未曾达到灵界状态的修饰 才能拥有 故此 你现在开始 实时收敛契机 勿使外泄 确定时间地点只能 方才能够无所保留地对外释放 天结之间 彼此存在排他特性 当一尊天结找上你时 其他天结便会退让 所以不必担心多道劫难同时降临 而且天结之间品级严格区分 你的修为在二重与三重之间 便只有同样境界的天结能够感应到你的气息 并且追寻而来 其次 是必要的后手和补救之策 比如当初 同道人渡劫不过 便转入造化顶中前修 并以摆坐临风临外 和整个铜山洞天风阵自己 外界又有各方大宗的前辈高人照服 方才得以幸存 离完此刻信得过的前辈高人不多 不过也算小有基业 肖家的巨拨 是阳门的火云天尊 妖神功的碧波圣者 都可以在他出意外之时 照服一二 不至于一旦失败 便孤立无援 彻底完完 如果真有万一 他可以在失败之后转入鬼仙之道 若是阳神族够强大 也可成就散仙 甚至 如同同道人一般 转修宝尊之道 这些安排未必能够派得上用场 但李婉一当作自己必定经历一般 认真对待 积极安排 因为这些后手极不寻常 一旦真要到了动用他们的时刻 那就是救命稻草 任何披露也不许出现 再次 才是用于杜杰的道径防剧或者攻法 李婉身为七道巨拨 擅长的自然是前者 不过杜恶神甲是为晋升道径一众准备 防御的威能 已经稍嫌太弱 李婉决定今后也采取迎难而上的杜杰成道之法 每次都要经历天节考验 极有必要重新继练一件法宝 专门用于此事 不但如此 随着它修为提升 没有一件足以毕身的强大防御法宝也都有不便 这件法宝若能防御劫雷 同样也能用于刻笛制胜 练至全新道气 李已经想好了 如何着手 同道人得知李婉的打算 略感兴趣 李婉道 我打算练至一件重云华盖古宝 不但具有强大防御威能 必要之时 还能够融合洞天 练就多重 拥有结合本身气韵无限晋升的潜力 永远不会淘汰 这是真正的振运重宝 就算在其宗大典中 也属于炼制难度较高的一种古制法宝 盖因它的练就 不但需要宗门大派多年积累 用于收集各种宝材 还需要足够多的香火怨力 借以编织庆云 网罗华盖 以这天蔽日之事 庇护御者 它甚至能够在内开辟洞天 自成戒御 不但能够防御一般攻击 更能遮蔽天机 隐藏气韵 及防御 隐秘 护持 疗伤滋养多种用途与一体 每一用途 都堪能达到其他盗气的程度 可谓妙用无穷 炼制它的宝材 我已经看过普通之物早已足够了 尚还缺乏的几种 都可以利用虚空造物神通计炼出来 真正难寻的 是几种流传于外域的特殊元气 但发动各方帮忙 应该也能够及其 香火怨力方面 灵尊精神已经储藏不少 且慢慢准备救世 我本也没有打算一蹴而就 只要炼制出个雏形 结合渡恶神甲和玉雷大阵 应该就能成功度过三重天节 以后再慢慢把它补完 李婉显然已经考虑清楚 对炼制这件重云华盖之事 做出了极有条理的安排 此后 李婉果真便按部就班 逐一收罗和寻找相应的炼器宝材 不出他预料 普通宝材虽然数量庞大 明目凡多 但通过器宗合力通寻 还是能够迅速就位 任何一方炼骑士或者临风 道场 知道李婉要用这些东西 都会自觉奉上 换取更为丰厚和有用的赏赐 而不是藏在手里 香火愿力 也在收罗这些宝材的期间机运不少 假以时日 必定能够满足炼就依重华盖所需 达到炼制此宝的最低要求 虚空中的各种特殊元气 倒是较为难寻 不过虎云天尊得知李婉炼制星宝之后 也提供线索 帮他用门中几件灵宝 从其他大宗手里换购数种 逐渐满足所需 到了现在 便只剩下虚实之气 太虚精气和规及之气三种尚未得到 虚实之气 是一种流转于诸天万界之中 介于时空之间流转的特殊元气 通常都要在星云漩涡的星界避障获取 它内运时空法则 无法以寻常的造物神通复制 必须专程前去采集 太虚精气 则是一种星域核心深处才有的元气 据传是天地自然创造虚空和宇宙所需之物 与鸿蒙元气集四 古时诸天心界 不乏关于它的记载 不过相比之下 还是那规及之气更为真心难得 采集的难度也高尚许多 它必须的是诸天心尘极灭之气到来 归籍前后不久 正好遇上才能获得 诸天之中 星辰虽然众多 但要遇上正好处在归籍之气 还适合到净修士立足采集的 着实不多 这个就要看机缘了 第948章搜罗宝材 沿天心域 茫茫星海之中 一道金芒犹如利剑般划穿重重黑幕 急速飞驰在无边的虚空之中 在那金芒中 似乎蕴含着无尽的时空奥秘 不依惠尔 便在虚实之间不断转换 渐渐失去了踪迹 而当它消失在远方星辰之海的不久之后 忽悠突兀地浮现身影 跃迁而至 这正是前往虚空 寻找炼至自己渡解所需防御盗器 众云华盖的李婉 此前李婉虽然已经准备足了诸多宝材 但所差虚实之气 太清精气和规及之气三者 都不是等闲之人可以轻易得到 甚至就连那些世家大族 一时之间也没有储备 只能够由他亲自出手 外出搜罗 虚实之气 只有新界避障储才有 这一次 李婉便来到了 沿天星玉与幽天星玉的接风处 驱逝之气 流转于诸天万界 介于时空之间 其状无常 无形无机 参照着气宗大典里面对这种特殊元气的记载 李婉在星空之中飞了足足一年多的时间 一边赶路 一边寻法 诸天广袤 各种空间 时间法则散乱 进入其中 动辄就是亿万里之遥的距离 即便李婉拥有于天荣车这等重宝 也不可能一下就找到自己所需 好在他上次来过 忧天星玉 熟悉此间部分心路 倒是也找到了一条 越于时间便可以抵达 臂障的通道 然后 练识漫长的挪移和搜寻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天 他也终于有了收获 应该就是这种了 这处地方的感觉 与炼至天蛇经轮时 曾经感应过的时间回溯 法则相近 越是修为高深 越容易见多事广 李婉此刻 意识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茫茫虚空中 他踏出玉天荣车 朝着远方飘动的虚幻光影伸手 就是猛然一抓 哗啦 无形的星空避障 似被他生生地剥落了一层外皮 汹涌的元气从中喷泊而出 李婉知道 这是诸天万界之中 诸天星辰各自的元气 与法则之力相互牵引 碰撞形成的压力 等到自己离开之后 很快就能够重新归于平衡 平静下来 因此并不理会 只是把神士探入其中 突然 一股黑黄的元气涌过 乾坤壶 给我收 他祭出一口巨大的铜壶 倒悬在空中 犹如长径溪水 源源不断地把这里的黑黄元气收纳进来 在这期间 他采集部分 稍微鉴定 面上浮现一丝喜色 果然是虚实之气 这下总算弄到了 他略一摸索 干脆趁着乾坤壶在这里吸纳元气 返回于天荣车上盘坐下来 推演起物性结构与蕴含法则 尝试改造和复制之法 最终 李婉得出的结论是 只要自己掌握了相应的时空法则 亦能够凭借这一法则力量复制此物 源源不断地生成虚实之气 只不过 此物炼制起来远比其他物性简单之物困难 同样的法力 别的宝材可以一下炼制出大批 而它却只有竖骨 而且自己不可能专门去修习这时空法则 必须借助其他性质相近的宝材或者法宝 李婉心中念想着 顺道又再寄出其他纳物法宝 把附近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元气和碎片采集一空 虚空漫漫 难得来这里一趟 当然是有什么就拿什么 绝不可能单单采集一种自己需要的东西救了事 差不多了 即便以后重云滑盖需要提升 也足够数次之用 还是寻找另外两样宝材要紧 在这里停留了足足一天之后 李婉身影一闪 便静止离开 路上 他遇到了一些游荡在宇宙间的虚空妖魔 但大多都只有原因境界 相当于妖皇当中未曾领悟到运的高手 其他少数 修为甚至更低 只有前中期 李婉顺手把他们全部捕杀 以并当作此行的收获 不过 在经过一片炎天心玉的黑暗残星附近时 李婉突然感应到了一股强大而又阴沉的气息 似乎有古代残魂或者鬼仙衣类的魔头在里面前修 他的修为 大概是道静一众 李婉犹豫一阵 并没有动手 以我现在的修为 对付这魔头 并不成问题 但难保他有什么特别的保命手段 会与我拼命 而且 我现在晋升在即 除非能够在压制修为的情况下轻松捕杀对方 否则 极容易吸引虚空中劫降临 提前渡劫 虽然李婉对渡劫仪式已经有所准备 但绝不该在这种状况下仓促完成 于是 李婉记下附近星图 这有些像是在客州求见 对方虽然没有发现他经过 但也应该不会在同一地方停留太久 过个几年再来 说不定便寻不到了 好在李婉对此事本来就是可有可无 也不是非得猎杀他不可 又是一阵漫长的飘荡搜寻 李婉一边寻找正巧处在归籍之旗的星辰 一边前往星域深处 寻找开天之初才有的太虚精气 又花了足足两年多的时间 方才得已如愿以偿 太虚精气是一种灰黑相间 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元气 它隐藏于虚空 被多种虚空元气和朱天星辰散发出来的契机所掩盖 若不是李婉精通气道 便是珠宝 还真不一定能够找到 也是多亏了气宗大典 里面有不少古代前辈的游记 精准地描绘出此气产生之处 多种环境与星辰运行的特征 才使得李婉在茫茫星海之中发现它 一经确认 李婉便毫不客气 把整整一颗星辰附近 所有太虚精气采纳一空 这颗星辰 足有数万里直径 产生的蕴含的太虚精气 花了李婉数月时间 方才全部采纳完毕 经过提炼 倒是满足了炼制多重重云滑袋的需求 在这时候 李婉越发感觉到 这些游记和经验的宝贵之处 换做其他修饰前来 说不得 便要大意错过这处储藏之地 他一边撰写自己的游记 并且在附近星辰和荒芜世界留下自己的符罩 一边搜罗其他半生宝材 此处地方 最不缺的就是星辰碎片 那据传是远古时代 与大千世界一般的星辰破灭之后所产生 经受虚空高温高压 多种特殊元气纪念洗刷而成 传说中 如今的大千世界 叫做玄黄大世界 乃是宇宙中心深处 繁民众生的居所 但在大劫降临之后 反被当作最后的避难之所 各方仙魔大圣 各方神魔纷纷显灵 把自己的道筒降在其中 这才有上古时代道法复兴的盛世 而后 中古强者踏足虚空 踏上搜寻远古先国遗迹的道路 李婉看着一颗颗巨大的星辰飘过 突然发现 这些图中所见的巨大圆形土球 虽然枯极荒芜 大小也远远不及大千世界 但其上亦有山川河流 珠般地形 有些像是缩小了的大世界 只不过 上面的河流是地和熔岩之河 山峰招生木崩 变化无常 云雾也是火山独障 根本看不到丝毫生命的痕迹 从方圆数千里 到数万里 再到数十万里 极少有如同玄黄大世界一般巨大的星球 更遑论虚空重叠 动天悬浮 李婉观月珠星 在看茫茫虚空 越发感觉 它们无法与大千世界相比 不过很快 李婉的注意又被诸多宝藏吸引 在虚空中 星辰繁多 每一颗都有可能蕴含多种奇特宝物 其中最为常见的 就是各种金铁土石类矿产 从普通金铁 到星元金刚 再到各种天外星辰铁 都应有尽有 李婉在此期间 甚至又再获得了数枚 拥有玄星摩依之力的玄星石院矿 也有过去曾经用来炼制神行符和碎星剑 珍贵无比的星河铁 这些东西 若不是李婉拥有玉天荣车者等宝物 又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高深修为 可以深入虚空进行搜罗 便只能被动等待他们自行从虚空坠落 所以才有天外星辰这一大类的统称 争论起来 这一趟出行的收获 还算是丰厚 但这些收获在丰厚 也只能算作是天头 离完此行真正的目的 搜罗那龟极之气 还没有完成 去时之气已经找到 太虚精气也已经足够 但却还缺了龟极之气 龟极之气 只有在诸天星辰极灭之气 前后不久 正巧遇上才能获得 但这茫茫星海 怎么知道它什么时候极灭 就连李婉想起收集龟极之气的条件 也不由得有些头疼 如果说 搜罗前两种宝材还有机可循 无非便是路途遥远 需要耐心 那么 龟极之气这一物 却更多依赖那不可捉摸的运气 李婉并不知道 如何确定某颗足够庞大的星辰是否即将不入即灭 也不知道点击中记载的所谓前后不久 究竟是指多久 自己会不会错过 甚至于 若要用其他宝材取代这龟极之气 也需要先弄到手 确定它的构成 作用机理 蕴含力量 方才能够摸索出门道 气到意图 使用其他宝材取代原本所需 是平常不过之事 但也总得先弄明白 为何原本需要这种宝材 第949章星空中的顿光 这一番波折 就是耗时三年之久 漫漫虚空 渺渺茫茫 如此的时间 在俗世已然相当可观 但在道静修世眼中 却又弹指一瞬 李婉岛也并不感觉厌倦 只是一直追寻 久久无果 难免心灰意朗 归及之气 归及之气 倒还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若非正巧碰上极灭星辰 得其死亡前后产生的精气 根本无法得手 这种事情在气到意图 其实并不少见 只不过 李婉之前所欲不多 就算有 也被各方供奉的宝材遮掩过去了 他并未动手练制品级如此之高的重宝 也未有遇上珍惜紧缺的宝材 自然不会有所体会 但随着李婉的修为提升 此后面对 大多都是顶级重宝 所要动用的宝材 也无意不是如此之物 恐怕将会有不少相似经历 不过 也就是在这时 大千世界中的天南气宗 突然传来消息 说是收集宝材线索知识有了眉目 迄今为止 李婉外出寻宝 已经足有六年多的时间了 在这六年里 他当然也不会干等着 而是利用已经到手的其他宝材 先行既练起来 原本询问过没有宝材的各家 也继续发动关系寻找 正巧天南地界中 有一草莽高手的知词是 透露出他曾经遇到过一颗僵形极灭的星辰 算上已经过去的时间 方才短短百年左右 如果感得及过去 正好能在那里采纳到 李婉想要的归籍之气 竟然有人知道 真是太好了 想办法把那星途弄到手 李婉亲身体会到了便寻不得的苦处 恨不能立刻得到准确星途 好敢过去采纳 于是 他设法传讯宗门 派人前去与那草莽高手交涉 天南气宗 同山洞天 自李婉六年前秘密离开 踏上前往虚空的寻宝之旅 宗内一切事物如席 从外表上看 根本不见丝毫异常 气宗门人也按照李婉安排 抓紧发展本命法宝之道和相符的风神祭礼 大大的完善了祭练法宝 祈愿修持的气道秘法 越来越多的高明炼气师和高阶法宝涌现出来 如今各方战事仍在持续 这些法宝在战场上大显神威 又反过来传扬了气宗的名声 增强其实力 集中在青龙峰下的百家道场和诸多工房 作场也已然成为整个天南的气道中心 柏杨子是柏杨山岳照洞主人 曹莽清修的一位原音中其修士 多年以前 他修炼有成 曾经踏入虚空游历 当时他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一些珍贵宝材 用于请人练制法宝 增强实力 却不曾想 在这一次游历途中 正巧遇到一颗江形极灭的星辰 当时他也不知道 此物有何用处 只是按照游历修士的做法 如实记载下来 直到如今 得知天南气宗的宗主李婉在寻 方才意识到 他极有可能是珍惜难得之物 自己手中的星途 能够卖上个好价钱 果然 当博杨子祥方设法把消息透出之后 其宗之人便主动寻了上门 要以三件宝器或者一件领宝为代价 换取这颗星辰的位置 问道友 这里共有94件绝品宝器 32件珍品领宝 都是可供您选择之物 悟到崖上的执事总管周思 与博杨子祥谈一番之后 把宗门能够承受的价码开了出来 如有需要 也可以跟我们说为您完成相应定制 那就多谢周长老了 孟某先看一看 博杨子并没有客气 预览起了周思给出的法宝名目 这些东西的价值加起来 高达15亿领域 博杨子本人乃是一介散修 侥幸修成原因 别无野心 倒也感觉足够了 不过 如今正是囤货居齐的大好时机 如此轻易便放出给器宗 总是感觉有些不值 于是 他详细问起了 明目中的法宝特性和各自价值 想要从中挑选到心仪之物 周思见状 暗暗好笑 这便是眼界的不同 这博杨子虽然拥有原因修为 但所思所虑 无不揭示这些法宝价值如何高昂 但却不知 法宝的价值乃是由器宗而定 成本与市价 相差非常巨大 这笔交易 怎么算也仍还在器宗掌控之中 只要器宗所产法宝价值高昂 珍贵难得的形象深入人心 类似的交易 还将会有很多 可以长久做下去 不过既然这博杨子能够帮上灵尊的忙 也是宗文贵客 周思还是禁止第一一解答 甚至不厌其烦地 让人从宝库中请出对方感兴趣的食物 当场也是其微能 此时 器宗宝库之中 已经有不少名师高手为了积累功勋而上功珍藏 尽管只调动出部分 也让博杨子看得兴致盎然 心动不已 他最后挑选了一展名为雀邪灵灯的真品灵宝 准备带回去 做震动之宝用 自然 作为交易代价的新徒 便落入到了周思手里 周思不敢怠慢 即可通过传讯法阵 与远在虚空的黎婉取得联系 准备把此物送底 交易顺利 纳伯扬子也算是分寸 尽管有心囤或居其 人还只呼吁人情 周思在传给黎婉的书信之中 如是写道 器宗并不是没有来历的宗门 而是根植于天南本土 代表所有炼器师和宝材相关附庸的势力 如今更是有道境巨拨坐镇 如此顺利的结果 并不出乎意料 李婉并不关心交易过程 只是一边在虚空游荡 一边等待周思等人解析心图 确定详细方位 结果却是让李婉有些意外 这一击灭星辰的位置 竟然在沿天心域的西南星野 他最初从忧天心域过境 曾经路过那处地方 只是偏差了数千亿里 怪不得到处便寻而不得 原来是从一开始就错过 无奈之下 李婉只得按照原路返回 准备前往 数月之后 茫茫星海之中 一道金芒犹如流星划过 以难以捉摸的时空法则之力穿梭不止 经过这数月时间的赶路 李婉终于沿着星途路线 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这是一片冰冷沉寂的黑暗星空 极难注意到的地方 有一颗千万里直径的大型星辰 正在疯狂吞噬四周元气 带着阵阵漩涡 走向崩溃 强大的引力弥漫在四周 受此影响 那些只有数万里级数的星球 早就已经被吞噬一空 沦味了这颗星辰的食物 甚至连流异于四周的光线 也是被影响 在这种地方 不要说看见 就算神是探视 也要受到莫名的影响 难怪当初李婉经过 并没有发觉此处异常 他当时只是从远方一扫而过 不曾真正用心探查 也不知道这种异状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原来这就是极灭星辰 所有元气归于星河 竟然不是向外抱开 而是无限坍缩 近距离观看这种自然造化的毁灭景象 李婉隐隐之中 有种难言的激动 心中似乎也有所感悟 有种要参悟法则的玄妙体会 说不得 此刻若是有法道修饰在此 便能够参悟一些疑心捣斗的大神通 不过李婉不修法道 对此也并无深刻印象 还是深入星河 取得归籍之气要紧 嗯 那是什么 突然 就在李婉打算动身向前之时 一抹奇异的光芒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处地方元气紊乱 引力物流归于中心 乃是由外而内 甚至就连光线也难逃法网 但在周边边缘处 却似有流光脱离了这一力量的牵引 为他肉眼所捕捉 再看那光芒 并不是普通的星辰碎片 或者其他宇宙奇观 反倒像是 顿光 李婉心中生起一丝疑惑 突然 心生警觉 果然是顿光 何方道友在此 一抹神念带着探寻的意思向外转去 冰冷寂寥的星空里 并不是毫无生机 相反 若是有足够高深的修为和在其中自由遨游的能力 就会发现 他非常热闹 首先是各种星辰 诸天万界的遗迹和奇观 各种虚空才有的特殊元气和宝材 其次 是那些借助虚空之中天才地宝而生的虚空妖魔 远古遗族 再次 是从上古至今 各方长生不朽的大能道友 历史长河之中 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 甚至还有从幽冥之地偷渡过来 在上途宇宙安居的妖魔强者 只是平常 诸天足够广袤 容得下古往今来 四方宇宙的各种存在罢了 大家一心求道 彼此之间相遇 也忌惮对方 并不会轻易出手交物 又或者是 茫茫宇宙 就算交物动手 也足以掩盖一切行迹 后来者并不会的见 在这里没有任何道义礼法 也没有人情关系可讲 奉行的是与大千世界截然不同的处世法则 因此李婉见到这顿光 第一个反应就是变得警惕起来 但却不料 那道顿光之中的存在 感应到了李婉之后 突然之间停下 一道充满风锐之意的神念 带着冷冰冰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颗极灭星辰 本尊要了 事项的救滚 第九百五十章百法见修 阁下好大的口气 这诸天渺茫 漫天星辰 皆是无主之物 李某来死 也只不过是为了一宝财而已 未必与你目的相冲 何至于开口便伤人 李婉听闻来人之言 便知道此人必定也盯上了 这颗正在极灭的星辰 自然造化神奇 除了归集之气外 极有可能 还有不少其他宝财 将会在这等时刻产生 他怕自己争夺 故而升起捍卫之心 这时 来人一个挪移 接近到了李婉停车的所在 只见此人满头白发披散 面容枯皎 肤色青黄 脸身形也瘦血淡薄 看起来就像是凡俗世间饱经灾荒 饿上了许久的老麦难民 但背后却背负一柄三尺清风 随意立在那里 便自有一股凛然之意传递出来 令人不敢升起丝毫小趣之心 李婉官他虽然头发花白 但形貌却不像老者 而是中年修士 一身装扮与形象气质 也该是专精于剑仙之术 以剑入道 修得大成的剑修 此人的修为大概在道尽二重至三重之间 与自己相近 不过但凡道尽修士 大多都有其遇 要么便是天资卓绝 禀赋非凡 自己和焚罗多刚刚晋升道尽 便能够发挥出堪比中其修士的实力 这样的剑修 就算拥有什么特别手段 拥有远胜于表面修为的实力 也不足为奇 离完本无心与他争执 只是规及之气关系到众云滑盖的炼成 以及渡截和提升的前程 也不能够相让丝毫 我说了 给本尊滚 屈空浩瀚 星级无名 在这遥远的宇宙深处 四处空旷寂寥 别无他物 只有无边的无形引力与元气污流 但那百法见修 却似丝毫不受影响 声音带着冰寒冷意 清晰而又决然地传了过来 声震如雷 撼动虚空 字字如剑 勃然而发 在离完目击之处 百法见修背上法见争的一生自动出窍 萨然浮空间 剑光闪动 似有万剑齐发 每一剑都是以神念凝成 元气显化 竟是于离完在自己虚宝动天所凝化的万千虚宝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大道之简 高深之处 自有许多相似之处 此剑法 已然得万剑朝宗仪式之奥妙 离完虽然不修剑道 但仍在修真戒 且身居高位 该知道的 还是都了然于胸 剑道意图自古以来就有两大奥义 分别是人剑合一和万剑朝宗 他是昭氏 却又不是昭氏 是神通 但也不是神通 不同之人 因着自身理解的剑道和参悟的记忆不同 便有各自的奥义 最终转化成为各自掌控的剑道法则 与离完过去所见的其他剑道奥义不同 此人剑道之中 蕴含的似乎就是一个奥字 奥若寒霜 奥若孤剑 堪称奥之剑尊 剑出之处 万千剑影参拜 竟皆臣服 离完突然明白 为何此人一来就是恶言驱逐 此人心性 已然彻底于所修剑道合而为一 性情固傲无比 剑出之下 无亲无友 无爱无恨 有的只是无尽易尽 这已然是超脱于任何剑招与剑势之外 融入心境的剑道法则 这处地方是他看重之处 这方宝才 也是他志在必得 故而 不能容许他人染指 李婉心中轻轻叹息一生 剑剑知其人 做过一场 怕是无法避免了 不过他意识称尊作祖的强者 纵然压制修为 避免杜劫 又何距于与此人一战 当即催动战车 化作流光 便往外避开 万千剑影在李婉避开的一刻 突然之间光芒大涨 近似吸纳天地元气 陡然全数化作黄黄巨剑 一同踢将过来 这一瞬间的变化 震动天地 抵挡虚空 未能堪比天节 李婉面色为变 顿时便明白 自己不了解其中真意 这一退 确实反而落入了下诚 此人见到 走得明显便是一往无前 傲视天地的路数 若然以强力硬拼 遏制其势头 上海可能阻断起机 切断起与天地元气的联络 把将要迸发的 微能消磨萌芽之中 但一旦退缩逃顿 便将助长其事 反而使得气焰赤胜 傲心大涨 便如此刻 万千剑影得到 无穷力量的加持 陡然暴涨 便不再是寻常神通 能够接下 李婉冷冷一笑 却不再后悔 既然已经退避 干脆全力催发 玉天荣车 瞬息之间 行踪消失 白发剑修剑状 瞳孔陡然一缩 一道金黄色的光芒亮起 虚空的另一处 玉天荣车的身影 毫无征兆地闪现 几乎是在 李婉身影出现的同时 一股无形的距离 也从见修胸腹传了出来 巨大的血洞 带着猛烈的冲击 喷涌出了大片的血肉 再看那玉天荣车 前方的冲角 血迹斑斑 淋漓低落 显然是在刚才的一瞬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猛撞一下 然后又急速退开 以至连到镜修市的神势 都难以捕捉其动作 只以为两件事情 同时发生 白发剑修了 蘑菇傲的神情中 终于出现一丝动容 玉天荣车 人族高手 知道这一物不足为奇 他也是在尝到 这一战车的厉害之后 方才确信李婉乘坐的 并不是其他仿制的仙渝 而是大名鼎鼎的仙王座驾 这可是远古时代 少有的征战利器 代表的是不朽强者的 身微和排场 等闲修市 断然无法拥有 更加难以驾驭 李婉轻笑一声 道 阁下好见识 既知此物是玉天荣车 便当知道 我若要夺你宝物 你拦不住 说着 他似自言自语 又似警告 无论林某修为实力如何 大可以在得手之后 一走了之 知道玉天荣车的厉害就好 换成其他妖魔强者 只不定还要多费一番功夫 白发剑修文言 面色不禁有些难看 他身躯移动 血肉蠕动 很快衍生回来 他突然发难 没有给成李婉下马威 反倒被战车撞了一下 虽然刚才所受的伤势不重 但却也足以证明 李婉所言不虚 只得冷恒一声 不再做无谓之争 他虽然把孤傲之气融入了意境 但孤傲又不等于愚蠢 该消停的时候 自然便会消停 李婉见他没有了动静 也不成口舌之力 静自准备采集归籍之气 他重新翻阅其宗大典 发现这里面对此时的介绍语焉不详 想来是之前的前辈高人 也没有太多完整观测 星辰极灭的经历 不过终归有一点能够确定 那就是这归籍之气 从内而外 向外勃发 乃是从星河之中产生 但以四周元气污流和奇异引力的运转方向来看 恐怕在归籍之后 元气便随同空间一同坍缩 然后湮灭在茫茫宇宙的深处 怪不得 外界极难见到 李婉确认其宗大典里面 关于此气的形状记载 得知若是别无杂物 将会呈现与虚实之气 类似的黑黄颜色之后 便决定提前剖开这颗星辰 以大法力强行抽取 不过 还有一个麻烦在 不知不觉中 李婉把动手前后 朱班发展都考虑清楚 注意却不由自主地转向虚空 另外一方的白法剑修身上 此人自从攻击无果之后 变盘坐不动 再也没有了动静 身上起机 也如同利剑归于巧中 丝毫不显露于外 但李婉游自还对他出剑之时 惊天动地的强大威势印象深刻 深知此人若有心阻拦 必定会成为自己取宝的最大障碍 李婉见此人难以沟通 也不打算多说什么 只考虑如何动手夺取 此前李婉对他言说 自己来此视为的一宝财 但却没有透露详情 就是违免对方知道自己真正目的之后 以归及之气的归属作为要挟 他盘坐在此 并未再看极灭星辰一眼 应该是等待真正的极灭之旗到来 看来不是和我同一个目的 他身为剑修 对外界宝物依赖极小 若真有需求 应当是为洗炼剑锋所用 我曾听闻 修真戒中 有一种以万千元气洗炼剑锋之法 乃是成就万剑朝宗的法门之一 这颗行将极灭的星辰 自有一种极灭法则 将会在极灭的那一刻达到最盛 李婉所有的剑士 阅历 智慧 勇气 都在这一阵盘算之中发挥到极致 如是观察了对方足足有一日之后 突然之间 李婉手中一道符罩出现 无穷的火源之力凝聚 迅速化为万丈的通天巨剑 朝着远方的极灭星辰就是猛然一挥 猎皇神剑绝 破天一势 剑刃破空而出 瞬息跨越一万里之遥 出现在星辰之上 几乎是与此同时 那白发剑修眼中 骚然闪现出一抹精芒 但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李婉便先发而至 金色身影猛然往他身上撞来 轰 宛如巨雷的震响中 白发剑修身影巨震 竟是被长长的顿光顶着 撞飞在了十余万里之外 来而不往非里也 道有且先让开一边 让李某取完保再说 李婉纵声大笑 伴着神式传音 荡响在寂寥的虚空中 下一刻 玉天荣车闪动 镜自追上了他刚才展出的那一剑 第951章得手 李婉这一番 先是展出剑刚 吸引白发剑修注意 然后撞开对手 带出十余万里 傅又奴以远奔 追上剑刚 只取目标 连串所为 虚虚实实 飘忽不定 一时之间 竟是顺利闯将到了星辰表面 也没有遇上丝毫阻碍 白发剑修物字 才刚刚回过神来 顿时勃然大怒 好大的胆子 心意如剑 刚锋破空 惊怒之中 长剑已然再度出窍 白发剑修的心境 恍如操遇此剑的关键 言出法随 剑印心动 猛然斩出肩 以超脱凡剑的急速追赶上去 片刻之间 便出现在李婉身后 剑光闪动 寒意凌声 即便驾驭着玉天戎车 身影藏匿周全守护之下的李婉 在这一刻 也不由得升起了无比危险的感觉 仿佛这一件能够穿透车体 直击神魂 其霸觉凛然 无与伦比 凌厉的杀机 几乎与天地融于一体 李婉已然看到 自己之前借助服照展出的那一世破天剑 竟直击穿了巨大的星辰 星海之中 虚空不稳 他所寻觅的又是整个空间最为脆弱的一点 顿时之间 犹如巨大沙球被尖利长矛贯穿 一个巨大的声洞 赫然随着浮现 猛烈的思笑中 元气乱流陡然加剧 引力漩涡方向忽变 等弦原因修饰 只怕连接镜到这里 也要被整的撕成碎片 就算拥有到镜以上修为 也要被绞得颠三倒四 难以平稳 但这一切都在李婉预料之中 不仅没有被这股乱流干扰 反而一个加速 冲击星辰内部 迅速渗入其中 他有欲天荣车在手 横渡污流 如履平地 面对这种状况 丝毫不受影响 下一刹那 李婉看到了曝露的熔岩和无边气海 地漫的深处 巨大火红海洋 正蕴含着狂暮的波涛 随时都要搏发 李婉寄出乾坤湖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全身法力运转 无形的滔天巨掌 覆盖方圆万里的巨大熔岩火海 疯狂往里填塞 整个星辰核心的精华 蕴含大地 虚空力量的元气 尽数被其掠夺 在这时候 李婉果然从中发现了一些疑似 归籍之气的元气 正在不断从星河区域冒出 乾坤湖猛然催动 犀利加倍 越发地快速掠夺 轰 很快 白发剑修怒气冲冲地追了上来 但此刻 李婉进入星河内部的通道 已然被巨大的压力挤压崩塌 地漫深处 无边的压力把岩层锤炼得 犹如金铁一般秘质 即便白发剑修拥有到 近二重以上的修为 一时之间 也难以通过顿法前游进来 只能够用手中长剑开刀 不停披将湮灭 把层层阻碍挖开 李婉动手在先 占据良机 又成欲天荣车 比他快得不是一星半点 以神念感受到外界状况 不禁清神一笑 越发加快了抽取星辰核心的速度 不单是乾坤湖 另有兜星网 山河鼎 朱班能够用来装载宝物的器物 都被他寄了出来 并以千手灵尊法觉催动 能够同时驾驭多剑法宝 也是千手灵尊绝的一大优越之处 抢夺这些宝物的速度 更是加快几分 过了一阵 李婉突然神色移动 身影化作金光 消失在远处 李给我助手 白发剑修已然追了上来 他寒怒出手 巨大的剑气化开百里地漫 撕裂天地虚空 一切的压力和阻碍 在他面前 都脆弱得如同白纸 但李婉感应到他气机破镜 早就已经先行一步离开 这一波剑气很快展在空处 消失无踪 白发剑修无奈 只得再次追击 是要干扰李婉夺取宝物 两人一前一后 在这元气温乱之地追击了一阵 始终没有多严 白衣剑修不知李婉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但却明白 李婉提前出手破坏星河 必定会对他的计划有所影响 而李婉见此人粗也蛮横 孤傲不群 也没有打算跟他商量 分取所需 出手就是要将所有好处统统拿下 因此才有这魂轮出手 统计夺宝收纳的举动 两人你追我赶 在这星河深处周旋了许久 白发剑修终于失去耐性 突然见止一点 一道带着血色 如同小笔的凝实剑气 陡然从指尖飞了出来 他虽然微小 但却似乎蕴含着此人一身 剑道修为精华 拥有无比的锋芒和锐意 李婉心中一寒 还未来得极多想 便感觉一股寒气 自后方传来 只见那血色小剑 无视了层层地漫和虚空元气 竟直出现在玉天荣车之后 他在这一瞬间的速度 竟然远远超过了战车 天涯之远 只在咫尺 无上星剑 斩魂 白法剑修摇摇一指 去运剑爵 猛然就是往前一刺 李婉眼中金光一闪 身上天罗宝衣 竟然应声而破 这件天罗宝衣之上 虽有无字文为根基 组建而成的防御大阵 终究旨在灵宝品级 并无防御到尽 修饰攻击的威能 而且此剑蕴含的 似乎并不是实体攻击的法则 而是直指心意 斩敌神魂 等闲的防御之法 对他而言 竟是如同虚设 不过 李婉中就是与这白法剑修 修为相近之人 虽然宝衣被迫 景廷本身神魂之强刃 竟然也生生成下这一击 六方空旋翻 给我震 李婉猛然一转身 六面长翻扶空而立 正好出现在白法剑修身遭 上下前后左右 进阶堵截 一阵阵虚空之力涌动 白法剑修的身影 顿时为之模糊起来 这剑镇宝 似乎也无法阻止白法剑修的攻击 他继其手中法剑 朝着四方臂杖猛然斩棘 渐渐破碎虚空 就连翻至之上 也出现了破裂的剑痕 但白法剑修终究一时不得拖出 这也足够了 李婉面韩笑意 手中猛然抛出十余快拳头大小的黑色事物 幽白的雷光 顿时充斥六方空旋 翻锁笼罩的空间 万千神雷 宛如平地迸发 一同炸将开来 顿时间 雷光乱涌 虚空塌陷 恐怖的极灭气机四散流逸 仿佛火苗侵蚀 进过了铜油的砂纸 轻轻一舔 便带着猛烈的势头蔓延开来 大片大片的虚空 开始消失不见 李婉抛出的 正是他以眼瞳起宝探究原理 炼制出来虚空雷球秘宝 此刻的虚空雷球 在李婉修为晋升道径 又经数十年研究剂炼之后 早就已经金飞洗笔 每一枚的威力 都提升到了过去的数倍 不要说普通的原因修饰 就是修炼出了道运的绝顶高手 也不敢轻英其风 甚至就连道径以上修饰 能够抵挡普通雷霆 也要被其中蕴含的一丝重结意运所伤 以下十余块 方圆数十里 完全覆盖 彻底把白法剑修所力的地方笼罩了进去 因着先前有六方空旋翻风阵空间 白法剑修进是必无可避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等奇鬼攻击 明明不见丝毫气势 但却又有如此强横的威力 只能够在雷球爆裂开来 感受到危机破镜之际 仓促运起法力抵倒 顿时间 雷光把他整个吞没 崩塌的虚空 如同责人而逝的怪兽巨口 即便他有到近二重以上的修为 在这七道密宝的轰击之下 也被镇得法力汹涌 神魂激荡 恍恍然肩步之所以 白法剑修剧阵之中 鲜血喷涌 雷霆不停涌入身躯 带着重结意运的力量 甚至摧毁了他的部分阴神 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伤害 白法修饰面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 他可以感觉得出来 李婉刚才一番攻击 轻描淡写 无似座位 完全没有展现出道近高手应有的实力 但就是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击 竟然也能够伤到自己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竟然还蕴含着疑似劫雷的力量 白法剑修回想起了自己杜结成道之时 面临的那恐怖天威 神魂之中 一阵阵被撕裂和湮灭的剧痛传出 李用的究竟是什么邪法 卑鄙 道竟修是以神魂为本 这一下 虽然不是什么难以恢复的惨烈重伤 但他内心深处 终于也升起了面对危险敌人该有的忌惮 疯狂追击的势头停歇下来 原本凝聚于李宛深遭的血色小剑 也是幻影失去了光源 彻底消失不见 就在他气势为之一若间 李宛去运战车 回到最初的地方 原来 他当才虽然躲避剑修攻击 但却不忘在那里留下一件乾坤壶 源源不断 持续吸纳 已经得到不少黑黄之气 感受着其中传来的极灭意韵 李宛心中一喜 当机立断 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一变陡声 在星辰的引力污流周边 又是一道顿光临近 凤道友 快拦住那人 他抢了心和精华 你要的不少宝材 都在他手中 白发剑修淡漠的神情中 不禁也带上了一丝喜意 李宛顿时愕然 不曾想到 这看似孤身一人的冷傲剑修 竟然也有会帮手 而且 此人修为明显更高一筹 稳稳居于道径三重以上 嗯 敢知道白发剑修的神念 那凤信修士 顿时把注意投了过来 第952章古代修士 此人中年面貌 身着青衫 气质儒雅 副手立在虚空 一股浩然正气静自勃发 仿佛只要立在那里 整个天地就要以他为中心 道友还请留步 中年修士不紧不慢开口道 随着他这一生 仿佛金口欲言 天线自成 四方时空受到莫名的法则牵引 竟是连离晚所成的玉天荣车也射入其中 当真留步下来 有何指教 李婉心中一阵 他可以感觉得到 一股强大的气机锁定自己 除非催动法力强行征破 否则难以成行 此人所修神通当真奇特 还需小心为妙 李婉安寒警惕 随时准备远离 但却还是反问出来 凤某凤于贤 不知这位道友如何称呼 中年修士依旧如雅 面含笑意说道 凤道友 跟他客气什么 白发剑修面若寒霜 带着几分不快追了上来 凤于贤却道 罗道友 你们刚才争斗 是否有什么误会 这位道友终归也是我人族修士 又不是那些异族 没有必要见面就打杀 李婉道 这位凤道友说得不错 刚才之事 的确存有少许误会 我见这位罗道友 一来此地便驱赶李某 还以为罗道友 想要霸占此地宝财 我为求宝练戏 难免心挤了些 也没有解释清楚便动手去取 实在都有得罪 白发剑修文言 面色更朗 现在东西都到了李婉手中 再来说这些 简直就是得了便宜 还买乖 而且李婉一番所言 却是故意把如何称呼 忽略了过去 并没有透露出 丝毫出身来历的意思 可见言不由衷 就在这时 凤于贤却是面色为变 惊讶到 实不相瞒 我看到有有些眼熟 可是天难其踪的心境修士 李婉道友 不 李婉文言 神色为动 不曾想到 自己没有吐露出身来历 还是被此人认了出来 李婉刚才一番所言 却是做试探之用 这时候他已经知道 心还漫漫 时空混乱 除了各种虚空妖魔 更有修真界中 历代以来 晋升道尽的前辈高人 这些人在诸天之中 一面游荡 一面寻找前往远古时代 星界故地的所在 分布非常广泛 这不是他们生性喜欢漂泊 而是因为大千世界的元气几乎已经无法再满足修炼所需 想要上进 甚至成就长生 就必须得要大量吸纳和炼化元气 拥有无穷供养 然而普通的宗门世家 拥有一座中小型洞天 就已经是侥幸 便如整个天难气道 好不容易找到前辈高人留下的遗产 也只不过是个百余座林峰的基业 供养百余林峰峰主便到极限 如果气宗不是还有额外的领域收入 以及香火愿力的气韵之道 就算供养李婉一人 都胜为艰难 其他宗门大派 拥有的林峰大多在千数 看起来比气宗强上不少 但能够供养的道径巨拨 也只在一掌之术 因为道径修饰之间的修为差距巨大 几乎堪比凡人与修饰 从前期到后期跨越 所需要的各种领域丹药宝材 更加不是等闲修士能够想象 如此 在中古大能一番乱战 各方道统相争不修之后 那些历史久远的巨拨门 不是陨落 就是开始必是前修 躲避衰竭 更多则是踏入虚空 寻求供养 只有无限诸天 茫茫的星辰大海 才是他们的征途 相比之下 玄黄大世界虽然是立足根基 但却早已经不再适合太多巨拨 同时挤在那里 更加遑论历代以来的长生者 同时注视 乃至后来 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飞升惯例 一般都是当时新进的后辈 在宗门世家坐镇 前辈高人便离开 驻天虽然渺茫 但离仙界越近 元气变越庞大 从中汲取虚空元气 炼化法力 颇有好处 而且各种远古遗迹 奇特机缘 也不是原来世界能够比拟 修士们离开故土 能够得到的好处 远非留下来可比 一般而言 这些前辈修士们的所在 都是按照距离和年代规律分布 在临近玄黄大世界的内圈 往往便都是歇到近前期之辈 追溯到上代 上几代 数万年之内 进古的时代 往外的中圈 是十万年之内 临近中古的前辈高人们所在 至于外圈 便是那传说中的仙界故地 恐怕只有更加久远的中古前辈 才能抵达 又或者 修为达至到近上城的近古修士 也可以追赶上去 李婉虽然是新晋的当事巨拨 但修为不凡 又持有欲天荣车 自然有可能远渡虚空 在这里遇到上代的前辈们 凤于贤见李婉面上露出好奇与警戒 笑言道 凤某出身天南正气门 虽然久未回归 但却也知道 最近天南新出了一味气到大拿 不曾想到 你这么快就修炼有成 出来闯荡了 李婉文言 这才知道 他对自己的了解 竟然是从宗门而来 李婉心中汗言 他以气入道 成就巨拨 在别人眼中 却似才刚刚修炼有成 出来闯荡的新人 不过依他身份 当真也有资格说这一番话 自己这样的修士 当真还就是初出茅庐 甚至于都还未曾真正出世 自己在未来几百上千年内 仍旧还要注视镇守 呵护宗门长长 远远未到飞升诸天 追寻长生不朽的地步 我没有出来闯荡 只是为寻宝才练戏 李婉强调道 他知道飞升修士之间的一些规矩 事先声明 自己和他们并不是同一个圈子里面的人 嗯 李仍还注视 凤于贤文言 皱了皱眉 似有几分意外 凤于贤 凤于贤 对了 八千年前 正气门的确出现过一位 明慧凤于贤的道径巨拨 在凤于贤说话的时候 李婉回忆自己所知的宗门 释迦密新和各种传闻 突然想起 万年之内的历史中 当真有这么一位人物 正气门是大宗 注视镇守的 起码也得是中席修士 他们能够供养三至五位之间的道径巨拨 但是在这一万年中 宗门内部出现的道径巨拨 可不止三五位 多出的 自然也就只好早早飞升闯荡 另寻机缘 像他们这般的人 其实也是宗门大派的底蕴所在 谁也不知道 存立长久的势力 究竟有什么前辈高人仍还长生 不过就算这些人上海健在 与过去的宗门世家 关系也不大了 除非是那些修炼气韵知道的 自身气韵与道统兴衰息息相关 才会关注大千世界中的根基 李婉一边确认着此人来历 一边思索 他正在犹豫 应该用何等姿态 与这些人打交道 那更加证明 刚才的事情是误会了 你仍还注视 可能看不懂我们留在附近的印记 这处地方 多年前就被我们发现 留待最近极灭 收集星河 凤于贤意外过后 更是越发耐心 温言和李婉解释道 李婉对他的解释 是可有可无的态度 反正他也没有吃亏 并不在乎什么误会不误会 白发见羞怯仍有不甘 道 凤道友 凤于贤笑着打断他道 罗道友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汲取星河精华 增益手中宝剑吗 现在出现在你面前的 可是中国以来罕见的气道大成者 你为区区一样宝才得罪他 岂不等于舍本竹墨 什么 白发见羞听到这里 再次色变 但这一次色变 多了几分不同的意味 他不动声色地上下打量李婉 似乎对他的身份还存着几分怀疑 李婉却知道 凤于贤这一番所言 是专为向自己解释 原来罗道友想要的是这星河 李婉闻言松了一口气 不管什么宝物 只要不是归籍之气就好 若然与自己的目标有了冲突 就算对方有两人联手 说不得 也只好动手相争了 星河精华 是虚空星河之中 星源之力的浓缩 炼制二十八秀星斗图石 他就曾经大量利用 如今在的一份星河 虽然是在尚未真正生成之时便出手抽取 但也算有所赋予 凤于贤见李婉神色稍缓 笑道李道友 我们打个商量如何 李婉不动声色 行讲 凤于贤道 我们此行的目的 是为提取星河精华 只要你愿意把它出让 并帮助罗道友寄练宝剑 这场误会就此结果如何 他说到这里 自通道 你乃气道修士 应当不会拒绝上好的炼气宝材吧 正好我们这些年在虚空闯荡 别的东西未必敢担保 但各种虚空元气和星辰特产 确实不缺 李道友大概还不知道 这位罗道友叫做罗英 曾是中州灵剑山弟子 一生所求 只为剑道 如果你能帮他祭练宝剑 报仇之事 我们大可以商量 这凤于贤果然了得 不但平息了纷争 还化敌为友 想要让李婉帮忙 罗英面色冷漠依旧 但并未反对 声音附和道 如果你愿意出手帮忙 我可以把这些年收集的宝材都给你 第953章华盖炼成 若真如此 一切好说 李婉听他们说完 干笑一声 当初火云天尊曾教他与这些 非生修士打交道的经验 莫看这些人仍与大千世界 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 实际上 早已经踏上另一领域 正所谓 道不同不相为谋 完全不能以原本世界的阵营 和礼法看待 一言以蔽之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里不是说话地方 我们到外面详谈如何 凤于贤提议道 此处引力乌流仍在 纵然以凤于贤和罗英两人修为 也不惯久留 李婉略坐沉吟 道 好 身影一闪 便到了千万里之外 两人也施展挪移大法 跟随着来到周边 李婉并没有从车上下来 而是就这么留在里面 道 两位道友 你们可以说了 两人见怪不怪 也不管他 把刚才谈到的纪念宝剑知识 提说一遍 他们这一番所谈 倒不像是临时起义 而是早已有知的计划 把自己的要求 愿意支付的代价 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莫了 罗英突然道 你可不要欺我不识气道 在里面胡乱失位 我心神与灵剑相通 一旦有异常 都能及时察觉 灵宝宗的剑道 乃是以自身神念灌注剑体 即便繁铁也能通灵成道 故而称之灵剑 若然灵剑有变 以他的修为 的确应该能够察觉 李婉冷恒一生 道又严重了 我李婉以气道立身 就算给仇敌练气 也仍会恪守本职 做好该做的事情 又怎么会胡乱失为 他的确不会在这里 做无用之功 剑修之道 虽然依仗一把上好宝剑 但与寻常气道法宝不同 他们心神与所持之剑紧密相连 甚至可以说是人剑合一 相当于自己的法身外相 因此 李婉本命法宝道徒的一些操控手段 并不能够施展在这里 甚至于 其他道境修士 都可以敏锐察觉 自身神魂变化于法则牵引 并不会轻易着道 当初焚罗都抢夺火神镜 之所以这道也是源起于他上海处在原音境界 无法发现李婉隐藏在镜中的隐秘手段 此后成道又因自身气基于火神镜同出一元 大意忽略过去 如果焚罗都境界再高一些 或者时间长久了 结果可能便截然不同 李婉本也没有心思害人 但听到这罗英之言 还是不冷不热地用话刺了一下 只可惜 他这话中的反讽之意 也不知道罗英天性冷漠 毫不在意 还是根本就没听出来 居然毫无反应 凤鱼贤倒是尴尬一笑 道 李道友言中了 你的信誉 我们自然是信得过的 罗道友也是关心则乱 还请不要在意 罗英刚才的一番话 的确有些过了 这凤鱼贤倒是八面玲珑 很快便点出 李婉以气道记忆为本业 不大可能随便失信于人 砸自己饭碗 这可是关系到操守和名声的问题 如果李婉用这手段害人 今后也不用想别人找他练气了 凤鱼贤之所以信得过李婉 不仅仅是信任他这个人 更是信任他这门记忆的前程 修真戒中 能有气道大成者 也是相当罕见的 这倒还像句人话 李婉心中暗审 不过他也懒得再做口舌之争 淡淡道 要求说完了 我同意你们开出的价码 不过 我要先取报酬 待得有时间 再帮你们 按照规矩 应当是先付述成定金 再由李婉完成主顾的要求 然后交付尾款 不过李婉仗着主动在自己身上 提出了先取报酬的要求 这也是他有意为之 如果这两人诚心求保 自当应成 如果不应 李婉也没有必要再与他们纠缠 借口谈不拢 直接走人便是 听得李婉此言 罗应念有不悦 但凤于贤连连看他 似乎神是传音 劝说了一番 方才不情不愿地打开宝囊 抛了过来 他们之前认出李婉来历 倒也不怕他拿了东西就跑 毕竟 他也是有基业的人 李婉接住宝囊 检查一番 心中顿时大病 没有导鬼 看来 这两人虽是一时欣喜 却也不失诚挚 应当是真心想要请自己帮忙 这宝囊里面 共有天外星辰铁若干 其中不乏星河铁 星元石 流金石 天星金等几种宝物 他们可用于炼制道气 属于构成宝体的主材 但远远不如魔神残魂 道种 瑰吉之气等物珍贵 不过 在这宝囊之中 却是剩在量多 如同凡间金金玄铁等物 大块大块 堆积如山 足够用在好几十件普通道气 或者几件大型道气之上了 此外 也不乏一些真正珍惜之物 如一种名为炎灵晶晶的宝材 就是在一颗巨大恒星之内 高温高压产生 继运数一年之久的天地灵气之精华 可以用在火形道气之上 大大增益其微能 李婉的火神镜 自从坟罗都手上收回之后 融合其残魂道种 已然成为一件强大的道气 再得这炎灵晶晶之柱 威能必定更上层楼 这是不下于魔神道种的珍贵宝物 实际上 单单只此一件 就足以请动李婉出手了 李婉取了罗应要祭练的宝剑 留下一句 三年之后 再来这里找我 便静自远离而去 离开两人 李婉终于彻底放下了心 刚才他虽然一直都在防备对方抱启动手 但实际上 心里也没有多少底气 若是只有罗应一人 他倒还可以凭借玉天荣车语之周旋 但加上凤于贤 就只有逃跑的份了 这还是又玉天荣车在身 若无此宝 必将被动无比 当务之急 还是解决杜劫之事再说 我的重云华盖 已经练就雏形 只要添加这归籍之气 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我之所以告诉他二人 三年之后再来取宝 也是为了先继练好自己的重云华盖 有了这一重宝 才会在任何状况之下 都有底气 而且 度过三重天节 我便可以放心动用三重境界的实力 不至于刻意压制修为 至于纳罗应的宝剑 继练起来倒也简单 宝才齐备 只需要半年到一年左右即可 念及于此 李婉当下策动于天荣车 全力往珠天深处赶去 月目过了月余时间 李婉自觉彻底甩托两人 又在虚空深处发现了一颗两万余里大小的荒星 便暗下顿光 便落在其中一侧的茫茫荒原上 李婉大手一挥 一座庞大的宫殿屏须而立 这是他从灵宝宗的旁围处收缴而来的心神天宫 如今漫游珠天 正好做临时落脚之地 免去风餐露宿之苦 李婉在里面准备了诸多练器工具和宝材 正好也当作作场 便于随时随地祭练法宝 片刻之后 李婉启动这座新神天宫的防御法阵 整座天宫如同蜃楼幻影 闪动了几下 便在原地消失不见 天宫中 李婉开始了众云滑盖的下一步祭练 此时 他经过检验 新未发现 自己收集归籍之气 虽然受到干扰 但却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满满一个乾坤湖中 足够把众云滑盖提升到五重天以上的境界 要说这众云滑盖 之所以能够受到李婉重视 作为自己的防御法宝 也是因为他拥有一个无限提升的特性 初恋诚实 可能只是一座一重天法宝 内运一重洞天 防御能力 也只堪堪能够抵挡一二重天节 但却可以通过添加珍贵宝材和特殊元气不断提升 开替第二重天 第三重天 如是不断境阶 达到足足33重天 堪为不朽至宝 就算是道境九重之后的大罗天节 也能够抵挡 当然 这只是典籍上的推论 戏宗大典当中记载 此物并未曾真正达到如此境界 哪怕是上古时代 编撰此点的圣教中人 最高也只祭练到24重天的地步 他所需的宝材 以及耗费的时间精力 堪比一名道境修士自行修炼到九重以上 成就先王业位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 闭关之中 时间飞快 一下便过去链鱼 漫漫虚空 并无人打搅李婉 铜山方面也太平 李婉得已把重云滑盖祭练 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大祭练术 李婉身后 灵尊精身须隐浮现 千百手臂同时结印 突然之间 其其指向身前的一团黑黄相见的云雾状异物 只见紫芒鸡舍 落入云雾之中 宛如开天辟地般的巨大雷霆 在里面震响 轰然一声 混沌云雾顿时分向两边 黄云上升 飞云下降 整个裂了开来 李婉盘坐在其间 正好如同顶天立地的巨人 头顶苍天 脚踏幽土 伟岸无比 而在苍天之上 云气弥漫 更似有层层动天重叠 欲高欲轻 流转之中 似乎蕴含着天地元气运转和自然造化的无穷奥秘 在细探其中 隐约被五重光轮分隔开来 形成彼此独立的六种天界 六重天 重云滑盖 终于炼成 李婉面上露出一丝喜意 有了这件重宝 终于可以面对接下来的天界考验了 第九百五十四章 带役 李婉把神势探入众云滑盖中 六重光滑同时流转 苍皇之气阴晕 仿若茫茫虚空之中 遥望一颗生巨灵运的巨大星辰 浮云之望眼 滑气盖星辰 此中黄气 乃是取苍天之意 虚空之中 元气漫漫 生灵之所以能够在一些星辰表面生存 不受虚空元气的冲击和影响 就是受到苍天的庇护 这一层滑气之盖 就是天穷 李婉伸手虚探 把自身的法力注入到滑盖之中 只见它形成浓厚的滑丽散盖 若隐若现 笼罩在身上树齿 在这一刹那 无比的安详 静谧 平和之意 油然而生 很好 李婉眼中精芒闪过 暗暗点头 以此保欲敌 果然远远胜于直接催运法力 运用的效能 起码增长了六倍以上 更具隐秘 护持 疗伤滋养多种用途于一体 如意之极 再加上它能够不断进阶提升的特性 今后终于有一件真正趁手的法宝可用了 说来也其 李婉虽然是七道大拿 却多是为提升修为或完成委托而炼制法宝 自己并不是太依赖于它们 直到如今 方才找到真正趁心如意之物 李婉收起重云滑盖 把目光投在了殿堂之中 祭剑台上竖插的一把宝剑之上 这把宝剑 正是纳罗英之物 这一年多来的时间里 李婉虽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继练众云滑盖上 但也没有忘记兼顾此剑 有些耗费时日 但却并不需要练起师实时看顾的 李婉早就已经着手去做 如今正好查看结果 星河精华已经融进去了 待我动手继练十轮 应当便能彻底凝固 看着此剑已然散发出宛如极灭星辰般的死急气息 李婉心中估算 虽然纳罗英和凤于贤的动机婆有可疑之处 找上自己的过程也谈不上愉快 不过既然收了他们报酬 就是接受委托 无论是为自己操守 还是名声信誉 李婉都决定好好帮他完成 纳罗英的要求倒也简单 无非就是把他这把零件淬炼得更为坚韧 并且想办法提升品级而已 这有些像是利用丹药淬炼肉身 提升根骨资质 只不过 提升的主体不是活物 而是换成这法宝 这对早已气到大成的李婉而言 并不是什么难事 如今众云华盖已经宣告完成 想要继续提升 需要今后不断积累 可谓是来日方长 正好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在他身上 应当就是在这一带 就在李婉把关注罗英之鉴的时候 细黑深邃的诸天虚空众 三道顿光飞驰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 模仪过一片片的星群 富有穿梭远空 来到邻近李婉隐居的这一带 这三道顿光 并不像是单纯赶路 倒像是在搜寻着什么 渐渐地 顿光接近 显露出身形 其中两人 赫然正是一年多以前 曾经和李婉在那处极灭星辰相遇的 罗英与凤于衔 另一个身影不是人类 而是一尊头生双脚 脚踏脚蹄的牛魔妖神 这妖神生着一张粗犷的蛮汉面貌 身材魁梧高大 气质也恐舞彪悍 却似有几分小心翼翼的谨慎 搜寻了一阵 便以神世向附近的 罗英与凤于衔两人探问 你们说的那人 当真在这边 莫不是狂我吧 凤于衔依旧一副温言笑语的样子 道 都雷道兄 你我相识千年之久 何曾见我凤于衔狂人 叫做都雷的牛魔妖神案子 都能道 你独君子是从来不狂人没错 可也没少见你顺带给别人下套 就连我都雷 也曾犀里糊涂救着了你的道 这次也不知道哪个倒霉的心境修士被你发现 要做那冤死鬼 凤于衔也不知那多雷富匪 依旧和颜悦色解释道 此人为恋骑师出身 必定是以气道起家 身上有不少珍贵宝财和法宝 掏开那些不论 单指一样遇天荣车 也是整个诸天罕见的宝物 有了此物 我们出入遗迹 更加便捷安全 渡过星海 前往中古故地 上古故地 甚至远古故地 都能加快几分 那倒是 我都雷一波贪财二不是杀 如果不是为这件远古起宝 才不会跟你们一起来围结这区区一个心境小辈 刘魔妖神冷笑道 凤于贤道 此人虽为心境后辈 且不是我法道修士 料想实力一般 但毕竟也是近万年来的后起之秀 而且手中有欲天荣车载 等贤之法绝对无法困住 所以我等才要找上都雷道兄一起 都雷道 你不必多说 到时候得了宝物 按照之前说好 三人共用就是 不过 你们当真盯住他了吗 为何找了大半年都不见踪迹 如果连人都找不到的话 还想杀人夺宝 岂不成了笑话 凤于贤淡定道 都雷道兄大可不必担心 罗道友的生急剑在他手中 或许那人是七道高手 熟知各种法宝原理和奥秘 但却绝技不会想到 灵剑山瓷秘法 是通过新神摇改 操遇本命灵剑 等若有意尊分神留在那里 之前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罗道友已经让那灵剑彻底沉睡 如今年于时间过去 无论那人在做些什么 想来应该也该放松警惕 只需要施展秘诀 便可感知其方位 当然 为免惊动他 罗道友也不能直接唤醒灵剑 所以只能感知个大概 都雷有所不满 说来说去 还不是确定不了具体位置 真是废事 话虽如此 他却似也接受了凤于贤的说法 依旧埋头搜寻 凤于贤安抚了他的情绪 却也同样有所担忧 看向罗英 罗道友 我们来到这处心域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还没有找到吗 罗英一路守洁剑印 眼瞳之中 隐隐有剑盲般的荧光浮动 文言冷漠道 他似乎躲起来了 升级剑的契机也被遮蔽 要不要加强感应 凤于贤文言 眉头为皱 绝不能让他发现 宁可仔细再找 他们此番搜寻李婉 是准备图谋不轨 但就算搜寻不到 三年起满之后 也还可以借口交接 回到当初相遇之地等他出现 就算李婉不出现 同山纳楚 得了正当借口 也可以光明正大下去 找机会与他接触 但若是在此之前 曝露出零剑与主人之间的契机感应 令李婉有所警觉 那就彻底失去机会了 那人是心静道静不错 可在静生道静之前 也是一方称尊作祖的人物 发现零剑在对外散发契机 哪里还会不明白自己正在被人追踪 到时候就算他不能力敌我们三人 也完全可以抛下零件 逃之夭夭 没有了正当的理由 我们这些非生修士 也不好破坏规矩 妄自找去 镇守下界的玄雷使者 可不是好胡弄的 直接出手诛杀我们 也极有可能 虽是平静分析李婉动向和追结策略 这凤于贤口中提到玄雷使者之时 依旧闪过一丝难掩的敬畏 一直在嘟嘟浓浓 表现得极为不耐的嘟雷 还有沉默感露的罗英 也难得地露出些许不自然的颜色 各自神情伟动 嗯 这附近一带 就在三名道静高手搜寻间 罗英来到一颗两万余里大小的荒星附近 突然面带疑惑 停了下来 罗道有 可是有什么发现 凤于贤和都雷也正在附近的星辰寻找 但为避免打草惊蛇 身上气机隐蔽 若不是主动传出神念 彼此之间都难以相互察觉 罗英不轻不重地轻横一声 道 我的心见有所感应 应是在这颗星辰上 听得此言 凤于贤和都雷都是一阵沉默 随即 略带欣喜的神念传了过来 都雷当即道 那还等什么 还不快动手 凤于贤连忙阻止他 都雷道兄 不是说好 小心行事吗 我看他还不知我们已经找到这里 还是先不致意翻再做打算 对了 等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我和罗道有且先不出面 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都雷不耐烦道 不过是的连玄黄大世界都还没有走出的小辈 这么费事做什么 话虽如此 却是也因为对于天荣车友所了解 不敢贸然行动 三人似乎认定 即便李婉不敌 也完全可以逃之夭夭 万一要是让他有机会乘上玉天荣车 还真拿他没有办法 于是 他们便在附近潜伏下来 进行一番秘密准备 此时 李婉待在新神天宫中 依旧前修祭练 日日如席 自恋成众云滑盖之后 他安全感大增 也不受那虚空重结威胁 越发地悠然自得起来 季炼罗英之剑的进展也非常顺利 比预计时间还要早了大半年 便就已经完成整整十轮的季炼 李婉法力浩大无边 如此夜以继日连番操持 也不觉疲惫 倒是剑体本身需要时间冷凝融合 产生质变 影响的进度 不过 这终究也只是小问题 大功告成之日 还是很快便临近 第955章图穷笔剑 新神天宫中 李婉终于把台上宝剑祭练完毕 一切大功告成 终于可以了结此事 安心迎接三重天节 如今李婉离开同山 已经有些时日 不过 他并不打算立刻回去 而是要在渡劫之后 成功晋升道径三重再说 等我渡过三重天节 修为大涨 应对纷扰时局 也更有把握 李婉抓紧时间恢复元气 无论接下来如何安排杜杰 晋升之事 终归都要先恢复到 完好状态再说 这时他经过长久闭关 虽未游进登窟 却也与巅峰之时相差甚远 处日之后 李婉盘坐在大殿上手的云台玉座上 全身紫雾阴晕 元气流转 在他脑后 斑斓的光轮出现 本命宝光照应虚空 带动着万千气道修士的气机不断沉浮 他因常年祭练法宝而消耗不小的精力 心神 元气 都受到这阵阵宝光的样子 迅速风营起来 恢复的比预想中还快几分 看来 我的修为又有所增长了 同山洞天中 天南气宗的发展迅速 风神祭里正在被大量运用 无论是练气师练气 还是持保者玉气 都能大大增加可用的香火怨力 此物妙用无穷 无论用于恢复元气 还是增长修为 甚至继练法宝 都有着莫大的作用 李婉之所以能够紧凭手头上的那些宝材 练就六重天的重云滑盖 其实也是多亏了掌有这等神物 他对阵运一类的法宝 增益尤其巨大 但就在这时 李婉心头突然闪过一丝莫名的烦躁 似乎有什么事情将要来临 他并没有大意 这不是等闲的感应 而是高阶修士的心血来潮 越是修为高深的修士 越容易融入天地 捕捉到与自身命运气数息息相关的起机 或许这一丝烦躁 便就意味着危险 怎么回事 我竟然会无端心绪不宁 李婉猛然睁开眼睛 莫不是这处地方有什么危险将要发生 思虑一阵 却是暗道 不管怎样 先离开再说 诸天漫漫 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秘密 谁也不敢担保 看似平静的星海之中 会有什么奇特遭遇和突然变故 李婉原本也没有打算在此地久留 当下便冻念 出外收起星神天宫 却见四周星空 不知何时便做了漆黑一片 原本诸天虽然广袤 但终归还是有许多星光照耀 看得见远方背景 但在这时候 所有星辰和天野 都似被一张无形的大幕遮盖起来 有的只是无穷黑暗 何方道有在此 若有指教 何不大大方方出来 却要躲在暗处 望作那卑鄙小人 李婉眉头一皱 念动之间 依心明白了些什么 当下神是外放 传遍远空 浓郁的虚空元气 把他的神是清晰明白地传了出去 哈哈哈哈 都雷雄魂的大笑 从远处的虚空传了过来 下一刻 便就挪移致敬楚 好胆士 小辈 接招吧 且慢 这位道友 你究竟 可恶 李婉话音未落 便见都雷提韵肉拳 当空一锤 滚滚元气 带着天崩地裂的气势席卷过来 吃空之中 元气远比玄黄大世界浓郁 时空法则乱涌 也极易调动 因此有很多神通法术 在这里的威力都显得尤其巨大 李婉只感觉 迎面而来的是一堵覆盖方圆树万里的巨大钢气巨浪 若在大世界中 这清则便是悔中灭国 大帝路程 乃是后期以上强者的手段 却不想在这里 连当头遇上的一位修士 都能施展出来 李婉认得他是一尊妖神 初始只见有三重修为 并不太在意 但见得这一级威势 终于面色为变 虽然有虚空薄弱 引动天地之威的因素在 但轻易做到这一点 也足以证明 这妖神很强 由于事发突然 李婉上还来不及多想 便急运法力 记起了炼成不久的重宝 众云华带 给我开 黑黄之气泥漫 上清下着 宛如天穷的巨大华带撑了起来 光华四溢中 清云遮顶 李婉的身影被笼罩在其中 不但颜色淡去 就连时空也仿佛跟着扭曲 似在非在 在这一瞬间 他已经被重云华带的六重天世界笼罩进去 肉身和神魂聚皆寄托其中 只于虚影显露于外 轰 宛如天崩的元气洪流压了过来 但却仿佛冲击在一道虚影之上 毫无损伤 只有漫漫云气剧烈翻腾 仿佛被大风刮动的曙冠 李婉心神为动 内心烂赞一声 强 这一级威势颇为不凡 而且仓足之际 不及防备 但既其中云滑带之后 竟然能够轻描淡写卸去其力 足可见这法宝的防御威能 的确不愧于其中宝美玉 那牛魔妖神剑死 不禁身躯为阵 似乎是被眼前所见情景惊了一下 他虽然没有用尽全力 但见李婉只有区区二重修为 竟然能够做到这一地步 不可能没有震动 同一时间 躲藏在暗处的凤于贤和罗英两人意识心神震动 那是什么 竟然能够轻易拦下多雷的攻击 凤于贤面上再也没有了那酒挂的笑意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凝重的神色 李婉表现出来的实力 有些出乎他预料 罗英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看向他 多雷拿不下他 我们出手吧 他一生经历战斗无数 一眼就看出 单凭多雷 想要拿下李婉并不容易 李婉是道进二重修为不错 但修为也只是实力的基础 并不是实力的全部 每一种绝顶神通或者中宝 都可以大大增加实力 除非都雷拥有到尽终其以上修为 才能无视这些 但现在 显然不可能做到 持则生变 凤于贤原本还打算等待更好的时机 但见李婉实力出乎预料 都雷若是久攻不下 又不见他们现身 难免丧志 只好下定决心 出手 瞬间 两人挪移而至 罗英依旧祭出他那血色小剑 催动无上星剑 试图以斩魂之极 穿透保护 直击神魂 他这一招 早已经在过去的诸多生死之战 被证明犀利无比 寻常修饰 大多注重常规的防御手段 对这星剑之术 却并无太多防范 只能够凭借自身修为和神魂生生承受 凤于贤则是祭出一卷黄泊 这似乎是一件传承已久的古堡 席上刺激斑斑 如同鸟鸡 但在光耀之间 鲜意弥漫 气势非凡 大悬幽雷经 凤于贤口吐悬音 莫颂经文 那些字机竟然如同活了过来一般 天天欲飞 黄泊展开 以他为中心 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突然之间 一道漆黑幽雷穿透虚空 直接劈向李婉头顶 李婉正在与都雷对质 想要问他身份和来意 冷不妨两名修为不雅于自己的修饰偷袭 顿时陷入危机之中 换作以往 他除了立刻寄起于天荣车躲避 并没有什么应对手段 但在此刻 却是面了微笑 不慌不忙地伸手一挡 众云滑盖浮现出阵阵光滑 云木深重 尽数把两道突如其来的袭击吞噬 罗因身躯一颤 在血色小剑陷入云木的瞬间 他感觉到了心神无限沉静 始终穿透不过 无穷无尽的元气 伴随着万千修饰迎送祈祷的 泥南之声飘荡而来 整个人都呆立原地 眼神茫然 凤于贤并没有把心神附着在攻击上 但却只见到 那又雷落入云木之后 立刻如同泥牛入海 不由大为吃惊 罗道友 速速回神 凤于贤只得放弃继续追击 飞进罗因身边 伸手一按 猛然把他唤醒过来 扑 罗因口中突然喷出一道鲜血 红芒闪动中 血色小剑重新浮现 经过这片刻之间的周折 整把小剑 都似被生生磨去了一圈 变得小了几分 好厉害的法宝 竟然差点把我心剑陷入其中 罗因漠然的神情中 带着一丝震惊 原来是你们 凤道友 罗道友 三年知其味道 你们就这么迫不及待 想要找李某拿回宝剑了吗 这时候 李婉也终于看清 来者究竟何人 他见到竟然是凤于贤和罗因 两人出现 不由涌现一丝名物 但在这同时 也不禁声起几分恼然 冷言嘲弄道 小辈 你倒是有几分门道 不过 如今落在我们三个手里 也只能怪自己时运不济 如果想要活命的话 还是乖乖把玉天蓉车交出来 再分我们美人一件上好法宝 都雷看似粗满 实则居心不良 一下就撕破脸皮 把凤于贤和罗因火同自己来袭的目的点了出来 念在你修炼不易 又有几分高明手艺 或者我们还可以放过你 凤于贤面上尴尬之色一闪而过 但却也知道现在不是顾面皮的时候 漠然踏力虚空与都雷互为犄角 罗因压下了反噬的伤势 这时也为了上去 他修为不及都雷和凤于贤 但却在这一番合作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那就是防备李婉城车讨顿 第956章华盖之威 叫话 就凭你们三个 也想学人杀人夺宝 看你们胸有成竹 硬是在附近心域布下了天罗地网 防备我讨顿 不过 我的手段又岂是你们所能预测 出乎三人预料 被包围的李婉并没有丝毫慌乱 反倒好争以侠 如同对待跳梁小丑一般看着他们 他有重云滑盖在手 正好试试此宝的威能 这小辈 嘟雷冷笑一声 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见凤于显眼神暗示 动手 他们老于江湖 自然不会被李婉的话语干扰 虽然心底对李婉的反常举动略感诧异 更对他的嚣张态度暗杆不分 但却完全不影响动手 立刻便是猛攻而至 李婉这次有了防备 去运法宝越发如意 只手高辉 便是云木扑盖 众云滑盖 黑黄滑盖再度扩张 几乎把李婉的身影全部遮盖 四周天地原本便漆黑一片 随着滑盖扑开 猛然之间 连神识的感应都似消失 李婉躲在里面 完全无法被三人探测 他就仿佛像是凭空隐身 整个消失不见 三人竟接皱眉 但诸般神通还是带着猛烈呼啸 轰击在滑盖之上 阵阵波澜涌动 云气翻腾 惊人的声势 在四周空间震荡 众云滑盖却不动如山 依旧还是六重天穷的世界笼罩 带着无尽时空的傲益 护持着李婉 简直不痛不痒 你们三个 就只有这点能耐吗 李婉生含绩窍 带着满满的嘲弄与信悦之意 仿佛施加在身上的连番攻击 都只是挠痒一般 之前他便已经对自己炼制的 重云滑盖极具自信 如今亲力争斗 面对着三明三重上下境界的修士 猛攻也能安稳如山 更是越发确认 此宝当真值的依赖 亿万年来 无数元气精粹提炼 变化而生 自然造化早就蕴含在其中 好不容易才修成各种 祭炼此宝的宝材 而我采集这些宝材 祭炼成为华盖 便是占据了这些自然造化 你们就算在如何强大 也只不过是修炼万年的 道径前期修士而已 就算逆天改命 不结成道 能得几分天地之威 又如何急得上我这法宝 修士逆天改命 强调的是自身 但其修之道 却有颇多顺天应天之处 不过与那些被动的顺天之道不同 其修之道 更加强调外物为己所用 以内欲外 和谐一统 这等运用之法 方才是最为完美的状态 离完此前经过七年纪恋 条理宝材 发挥能力 相当于无时无刻不在施法 更是把激恋这件法宝的诸多宝材整合一体 以致坚不可摧 甚至于 就算他们攻破众云华盖 李婉亦可利用宝材与自身法力进行弥补 而他们商集元气和根本 却很难恢复地过来 众云华盖 毕竟不是一般宝物 乃是李婉准备用来杜劫的众宝 但凭他 李婉便完全足以立于不败之地 故此 虽是被三人围攻 他却怡然不惧 反而还有心思测试这件法宝的极限 在这三人攻了一阵 气机稍缓之后 李婉突然抓住机会 众云华盖猛然一阔 顿时 云气弥漫天地 万里虚空 都被其洞天轻染 三人只感觉重重天穷轻压而来 自己被笼罩在内 竟然有种陷入天罗地网的困顿之感 大忌猎术 李婉首杰法印 猛然一指 只见一道紫芒从云气之中击射而出 飞快追向那牛魔妖神都雷 万千道文静致 带着奇异的光滑流转 竟是当场命中 从华盖之中向外发出的攻击 竟然被遮带了契机 杜雷哀嚎一声 经见自己皮肉硬化 突然之间 从上到下 都在飞快变成金铁胶柱的奇特颜色 这是什么鬼东西 杜雷心中一惊 有种魂飞天外的惊悚之感 诸天之中 神通法术他见得多了 但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等奇鬼之事 连忙催运法力压抑侵蚀力量的蔓延 并在与此同时 拖动着半江的身躯 就想要远离 但李婉早就料到他会有这么一动 手中一把绝命剑浮现 化作顿光 直刺而出 好机会 凤于贤与罗英两人见李婉攻击都雷 却是不惊反喜 对他们而言 一道前来的同伴 也只不过是牵制对手的工具而已 被李婉找上 那时他倒霉 正好为他们做掩护 好趁机出手 此刻若是换作李婉攻击他们 都雷亦同样会抓住机会 罗英全力催运血色小剑 但这一次 他截出剑印之鱼 更是猛咬舌尖 一口血剑积射在剑身之上 血色小剑长大 竟是从小笔般的模样 增至一尺有余 罗英面色一白 似乎被这一下稀释了不少的精气 但眼中锋芒犀利数倍 剑指隔着虚空 就是遥遥往云团一点 口中爆喝 急 他这一剑 乃是疾运全副心神 除了拼命或者其他特殊状况之下 所能发出的至强一疾 隐然之间 可见剑影后方一尊虚弹的小小人影 面目依稀与他相似 双手举托 持剑而及 宛若非仙 此乃剑仙斩魂之术 蕴含着直级神魂的攻击法则 李婉剑此 却是不避不闪 无用之功 众云华盖在他身上形成浓密的云团 再次把袭来的血色小剑包围 罗应立定原地 眼中不时闪过阵阵锋芒 似是在遇见寻觅 只待找到李婉本尊所在 便立断魂念 一举绝命 这一回 他加持在剑身上的精血 起到了强大的加持之效 血液如同火焰燃烧 血色小剑一边缩小 一边急行 一阵僵持之后 竟是此穿了一种天穷 通龙 血色小剑穿透而过 进入第二重天 再次图刺 第二重天破 进入第三重天 罗应眼中锋芒愈来愈胜 额上渗出汗珠 面色更白 血色小剑再次加速 陡然此穿第三重天 进入到了第四重天 然而 那种泥牛入海的无力之感 再度涌了上来 血色小剑连破三重天穷 却是已然成为强母之末 罗应面色惨白 颤抖着维持结印 用尽全身力气 再度猛刺一下 这一回 没有刺穿 转眼 云气机勇 黄气弥漫 把小剑席卷得无影无踪 然而就在这时 一道黑芒悄然而至 却是凤于贤配合着罗应的攻击 紧紧贴在其后 顺应着攻破华盖天穷的剑洗 跟了上来 这股黑芒乃是他其遇所得 一道疑似不朽强者留下的大悬幽雷 凤于贤医生苦苦修持 终于突破道径 成为一方巨拨 但因继遇所限 并没有能够继续突破 在道径修世之间 也只属平庸之流 他是在得到这一道雷霆 从中恋化不朽强者 遗留下来的力量之后 才真正拥有称雄前期 游历诸天内圈的资格 这一集 乃是真实无虚的道径三重之威 更被他以特殊秘法凝炼成术 宛如尖利长矛 紧随在罗应营造出来的破绽之后 悍然而至 小背 接招吧 凤于贤全力催动 心神紧绷 已然如同看到李婉中雷 深遭剧创的下场 凤于贤对自己全力出手的这一集 极有信心 因为在过去的岁月中 他经历的大小战是不下万场 势均力敌的 也有百数之多 从来没有人能够完好接下这一集 甚至在他修为只有一二重之时 曾经越级挑战比自己境界高的强者 也有过一级偷袭 将之极成重伤的战机 之前他试探出手 被仲云滑盖挡下 虽然颇敢吃惊 却也不认为 这次自己认真起来 又抓住绝好时机 黎婉还能挡下 果然 黑芒犀利异常 一举穿透血色小剑无法突破的第四重 来到第五重 黑芒于是不止 仍旧继续猛急 但黎婉冷然一笑 浩大法力勃然而发 真当我是软势子不成 我便是不靠法宝 也能与你们一战 黎婉法力之雄后 竟然丝毫不雅于他这味道竟三重修饰 顿时间 华带之中的云气一鸣 这怎么可能 凤于贤终于再也无法保持镇静 骇然震惊道 之前他们没有逼出李婉实力 又先入为主 认定其妻道修士身份 必定不善斗法 而此后交战 李婉的气机被众云滑盖遮蔽 更加无法探知真实 直到这时主动展现 方才明白 自己撞上了铁板 轰 滑盖之中 无边的元气震荡开来 黑芒被卷入了云木中 飞快磨灭 凤于贤全力出手的一击 竟然也被轻松挡下 甚至连真正的核心要害 最后一层都不曾触及 我早就说过 你们这是无用之功 李婉衣袖一仙 带起的刚风 直接把凤于贤震的倒飞出去 出师不力 走 凤于贤当机立断 竟是倒转而飞 借着这一股反震的力量远顿出去 天杀的毒君子 你们竟然抛下我 都雷愤怒大吼 他见到凤于贤和罗英两人联手合集 却连李婉寒毛都没伤到 顿时便知大事不妙 却不想 凤于贤竟然果断到了这地步 抛下他就跑 第957章从天界 都雷又惊又怒 他不断地催运法力 崩天之急连连 恐怖的威势搅动天地 但在厚重的重云滑盖面前 这一切都化作了拍案的惊涛 全数被彻底拦下 都雷再也无法忍受 他身上还中了李婉一记大忌炼术 正在不停地蜕变 身躯也越来越僵 变得难以控制 见到凤于贤和罗英两人逃顿 更是彻底丧失了再战的勇气 也跟着转身就逃 他来此事为了杀人夺宝 又不是于李婉有不共戴天之仇 打不过怎么不跑 只是这时 李婉已然继出欲天戎车 他从刚才起 便一直都在观察战局 对方共有三人 即便自己实力胜过他们 又有众云滑盖护持 立于不败之地 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把他们留下 这些能够出来诸天闯荡的修士 无意不是强者中的强者 大能中的大能 无论遇到任何状况 都有足够的底蕴和实力逆袭反击 倒转乾坤 李婉自然不想 自己成为别人逆袭的背景 无端端葬送大好前程 所以 他一直都在等 等待对方溃退 能够放心出手的机会 凤于贤和罗英并没有让他失望 见到强功无果 竟然丢下都雷就逃 如此一来 落单在后的都雷 便成为了最好的下手目标 李婉当即即出玉天戎车 盾光如剑 他连人带车 被众云滑带笼罩在内 所有奇迹收敛 神势隔绝 竟是如同化入了黑暗之中 无法被都雷察觉 轰轰轰 玉天戎车重重连击 每一击 都是堪比普通修士权力出手的飞剑戳次 战车上的冲角 带着这人的锋芒无情贯穿 在都雷魁梧雄壮的身上 扎出一个又一个的血洞 都雷弓 不能急迫众云滑盖 手 抵挡不了大忌练术和战车冰封 就连逃 也无路可逃 无比的困顿 憋屈 不甘 不禁从中涌来 不依惠尔 便血肉飞剑 整个身躯被穿成了筛子 随着这一阵震猛急 李婉身上气势不断攀升 层层光圈带着刚风席卷 雷鸣不止 漫漫黄云中 隐约有增万丈巨像 展露出了千百手臂 繁星般的光团凝化虚宝 如同滔滔洪流 从中倾泻而出 道有饶命 我 我乃妖神宫中 啊 每一件虚宝 都带着强大的威能 重重地砸下 都雷大声惨叫 带着万分的不可置信 被汹涌而来的万千法宝 彻底淹没 这是李婉祭出万宝朝宗大神通 在他庞大法力催运下 都雷本就已经虚弱无比的血肉 连同神魂 更进一步遭到摧残 都雷硕大的眼珠圆瞪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堂堂道尽三重妖神 竟是连求饶的话语都来不及说完 便就丧命在了对方手里 最后关头 都雷紧咬牙关 幕后道 我还会回来的 你给我等着 突然一声 彻底炸开 他行神俱灭 但在这时 却似有一道羊神之席吹过 迅速隐秘在无边的诛天之中 这一变故发生得极快 即便李婉有心杀他 也来不及反应 李婉维厄 随即意识到 这股羊神之席 是要带着多雷的真灵回归 他肯定已经预先设置好 复活转生的手段 作为最后的保障 他的背后 似有高人帮助 李婉念动之间 竟然无法再捕捉到其踪迹 只能够放任他的真灵逃脱去了 不过就算如此 李婉这一下急杀都雷 也彻底解决了遭遇的麻烦 这种真灵逃脱的手段 虽然安全 但却无法保住修为和实力 即便转生 也将一蹶不振 想要重新在修炼上来并不容易 而李婉是要步步高升 长生不朽的巨拨 又怎会担心他的威胁 这都雷 现在都不是他的对手 转生过来 更加不可能是 算你逃得快 否则 并连真灵也一并斩杀 叫你勇士不得超生 李婉又再是图搜索一番 全无发现 暗骂一声 收起都雷留下的尸身和宝囊 驾车而去 除了这都雷之外 还有另外两个人 他也将一并追杀 可恨啊 那李婉怎么会强横到这种地步 与惨被出卖 殿后生死的都雷相比 凤于贤和罗英两人 可谓是幸运之极 李婉的玉天荣车再快 终究也不可能瞬间杀死都雷 一并追上他们 因此 要先消磨都雷的气血和命远 不断叙事 最后才给予致命一击 这一番周折 倒也费了些时间 因此他们侥幸逃出生天 当来到星系周边 他们之前为了防备李婉逃跑 设下的大阵 顿时便起到了救命稻草的作用 借着此阵掩护 悄然转向另外一处空旷星空 然后挪移远顿 可尽管如此 堂堂两名道境三重修士 一名道境二重修士围攻一个新进的后起之秀 不但没有成功 反而还叫他杀各七零八落 亡命奔逃 两人也是经不住脑中轰乱 难以自持 那即便拼尽老命全力攻击 也无法撼动李婉丝毫的一幕 简直如同恶梦 久久萦绕在心 他的那件法宝 必定也是一件成名重宝 我们这次彻底栽了 没有调查清楚便贸然动手 不但失去了夺取玉天蓉车的机会 还彻底得罪了他 今后再遇上 麻烦很大 两人并没有看到都雷惨被击杀的那一幕 因此还没有太畏惧 但始终攻不破李婉防御 也足以证明 他们根本奈何不得李婉 今后再次遇上 打又打不过 逃也逃不掉 必将十分麻烦 尤其 李婉还不是一般的修士 倘若换作一般修士 几百年后飞升 渐渐脱离下界 步入他们的圈子 就会明白 每个在虚空中闯荡的倒进修士 都是活着的传奇 各自底牌无数 实力非凡 渐渐也会消磨兴气 放下纷争 飞升修士的圈子中 像这般杀人夺宝 彼此攻伐 那是在正常不过 个人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敌一友 聚散无形 根本来不及记恨 毕竟 若真要记恨仇敌的话 有力图中遇到的每一人 都有可能是敌人 根本记不过来 但偏偏 李婉不是他们这般的法道修士 而是极为罕见的气道大拿 作为有手艺的旁门修士 他必定受到一些前辈高人看重 帮助炼制一二道气 完成委托 然后凭此快速打响名气 提高地位 到时候 就不是他自己一人追杀他们 而是叫上交好的道友 甚至发动诸天修士一起 别人因着其身份 多少会给几分面子 被两人形成极大的压制 这种局面才是最大的麻烦 凤于贤和罗因想到这的可能 不仅就是一阵面色发白 因为和李婉这一番交战 他们简直要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 混击诸天那么久 望做前辈高人 论实力 比不上人 论权势名声 还是比不过 论前途 更加不必再提 简直一塌糊涂 算了 事已至此 多想无用 我们还是尽快远离这一带吧 凤于贤沉默一阵 突然说道 远离这一带 你的意思是 如因疑惑看向他 我们去从天界 凤于贤道 我被修士 终究还是要踏上追寻远古的道路 这本来就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诸天广袤 以玄黄大世界所在的中天界为中心 环绕在中天界之外的第二层 诸天叫做线天界 就是他们如今所处的地方 而第三层的从天界 是离下界更远 虚空元气更为浓郁 时空法则更为紊乱的地方 不少道径三重上下的各族修士都在那里聚集 如今凤于贤的修为达到道径三重 已经完全有资格在那里立足 罗因修为略逊了一筹 但提前到那里闯荡 顺便躲开里外 一无不可 好 罗因没有废话 即刻同意了凤于贤的提议 那两人 竟然不见了 交战的那一代 李婉诚坐玉天荣车巡逸 在附近都转一圈 突然发现了他们布置在那里的大阵 就是这大阵干扰了他的感知 以致无法追踪 都雷虽然在他手中丧了性命 只留下真灵逃脱 但却也不是死得毫无价值 至少 他给一起前来的道友赢得了脱身的机会 至于他心中是否愤怒无奈 就无人理会了 算你们走运 今后遇到 再收拾你们 李婉心中冷笑 他现在虽然不拒这两人 但真要交战起来 用尽全力 也不是好事 尤其那道近三重的凤于贤 实力明显比都雷和罗因更强一筹 并不是个容易对付之人 一旦交战到憨处 引来天节降临也有可能 在与强敌交战之中度节 并非智者所为 如果想要万无一失 还需自己先晋升到三重以后再说 事到如今 晋升到近三重才是头等大事 我先找个好地方再说 李婉念急于死 驾骑于天荣车 往下借大事借而去 旅途漫漫 李婉一边往中天借那一层飞盾 一边寻找合适的杜劫之地 他现在修为已经达到极限 杜劫之用的重云滑盖也预备好 就只等这一遭了 第958章道径三重 三个月后 李婉从与凤于贤等人交战的地方离开 寻找合适的杜劫地点 经过一阵漂泊之后 他来到一处星辰较少 荒僻偏远的地方 铸天广袤如墨 大部分地方都是空空荡荡 只有无穷混杂元气的荒芜之地 星辰就如同绿洲 乃是各种天才地堡和妖魔怪物的聚集之所 李婉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外界影响 干扰他完成晋升 眼见四周数亿万里之遥都没有大型星辰 只有零星的碎片漂流 李婉甚感满意 于是停了下来 他在一块百里大小的星辰碎片上降落 收号战车 却从囊中取出一样事物 天当斗园大阵 成百上千阵棋被他抛出 这些阵棋之间各有斥力 很快便就以李婉手中所掌主棋为中心 分别归位 落在遥远的虚空 一个覆盖方圆万里的大阵 就此成形 这是利用镇宝快速布置简易法阵的手段 虚空之中 元气虽然混杂 但却远比下界充沛 导也无需额外增添领域等物 很快便自动运转 继续起元气来 这是为整个大阵充能 李婉也不管它 精心调整细节 又再在各处关键阵眼补上其他小阵 时间又在过去三个月 李婉布下的大阵 到此已经积蓄不少元气 把当园布满四周了 如果此刻有修饰从外面经过 所能看到的 只有无边的漆黑背景 根本不见流星和人影 只有接近到数万里的近处 才能用神式发现些许端倪 这处地方 原本便偏僻 加上这等遮蔽奇迹 掩人耳目的手段 可谓是在天衣中保障 李婉一边调理身体 恢复元气 一边聚合众生怨力 增强手中的重云滑盖 为真正度节做最后的准备 此刻 重云滑盖初步成型 手头上已然没有虚实之气等宝材可用 但众生怨力 却也是一种可以用来增益它微能的起宝 虽然不能够提升品级 却可以使之达到品阶之内的最好状态 更有镇压气韵 滋养生机的特殊功效 关键时刻 甚至可以救人一命 离完把这些年来积蓄的大部分愿力都注入其中 滑盖之上 黄云依旧 但依稀可见有灵光闪动 更添几分神圣之感 一切准备就绪 他便穿戴整齐 盘坐在大阵中心的星辰碎片上 开始引动天节 在李婉的全力催发下 倒进二重巅峰的修为 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阴神特有的气机外泻 飘向茫茫虚空 片刻之后 他头顶上方的万丈虚空 一道巨大裂缝敲无声席地打开 宛如苍天开眼 黑白相见的眼瞳奇物出现 冷漠而又专注地遥望下方 在他的注视之下 四方天地元气凝滞 时空停止 在眼瞳的周围 巨大的灰黑云带出现 形成了足足三层的节云涡旋 一团赤白的巨大光球 宛如烈阳 恍然从中跃了出来 这一次的天节 竟是以雷球的形式降临 天节乃是一种奇物 自古以来 修饰少有见其真面目 指知它是一种蕴含节雷力量的特殊存在 而各个境界的天节 似乎也拥有不同的神通天赋 展现出种种形式的节雷力量 因着修饰因神强度和修为实力的不同 具体到每人度节 都有不同的遭遇 以往李婉曾经遇到过的无视幽雷 就是相当危险的一种 它乃是从远古先观尸身残留所得 与李婉本身并无关联 不过也好在只是一丝残余力量 而且当时李婉有其宗大典玉陪中的神秘力量护身 并没有被打得形神俱灭 反而得了奇遇 从此奠定晋升道径的根基 然后是远古鬼先所欲天节于波 成为李婉达到道径二重修为的关键 以至他刚刚晋升 便直接跳过一重境界 到达了二重 不过这两次度节经历 都是别人度节残余所致 真论起来 李婉直到现在 才是首次真正度节 球形劫雷 应当是一种炸雷 李婉心中警惕大声 一种汉毛倒数的危险之感涌了起来 黄气涌起 滑盖遮挡 把他整个身体遮蔽 瞬间 雷球落入其中 轰 巨大的雷光炸开 众云华盖所运的云气 历时激荡不止 一阵宛如天崩地裂的震动中 连续挡下凤鱼贤等人攻击 也不含糊的重云华盖 竟然直接就被炸开了六重天穷 无穷的杀鸡 笼罩李婉周身 劫雷凌身 好在李婉身上还穿着 专门准备好的渡饿身甲 又在把这一股力量抵挡小半 止于一股精唇之极的 纯阳雷气涌入身体 难以言喻的苏玛痒痛之中 李婉全身仿佛泡在了温热的水流里 受此刺激 周身上下所有官窍一同被轰击开来 他的神魂在阵战 周身阴神 宛如跌落在水潭之中的泥塑 开始瓦解 笑容 这是杰雷所拥有的炼化之力 哪怕止于一丝 也不是寻常修饰可以阻导 李婉眼中惊芒一闪 却是突然催运法力 原本被雷球一下炸开的 虫云滑带迅速还原 无穷愿力 带着源源不绝的生机涌了上来 神魂消融多少 生机便补充多少 借助着这一股入体的 纯阳雷气神魂衍生 进行重组 这是修饰度节 至关重要的一步 没有修炼到不朽境界的修饰 也只有在这一刻 方才能够借助劫雷之力 施展出神魂衍生的大能 这重新衍生出来的神魂之躯 带着雷霆的阳性 顿时之间 便与原本便有的阳神融合 壮大发展 阴阳转化间 李婉全身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 甚至就连身上所穿度恶神甲 也被劈成稀烂 他终究只是原因修饰用来度过一众雷节 近生到尽的辅助之物 面对三重天节之威 还是略显脆弱 不过至此 李婉也已经不再需要他 只是凭着中云滑盖 运化云气 不停与自己融合一体 雷光涌动中 一波又一波的云气翻腾 宛如惊涛骇浪 哈哈哈哈 三重天节 不过如此 如果你杀不了我 那就该轮到我杀你了 给我破 虽是遍体焦黑 满身伤痕 李婉却放声大笑 突然伸手一扶 一股远胜于过去的精纯法力注入中云滑盖 把那些雷光彻底吞没 天空中的眼瞳 顿时就像是被切断了光源的投影 立刻消失不见 而涌入身躯的纯阳雷气 也如同无缘之水 历史被李婉掌握主动 禁锢在身 随着他与神魂结合 终于彻底融了进去 终于度过去了 有中云滑盖在手 比想象之中 还简单了许多 李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精神抖擞 站了起来 他身上浇荷的皮肉剥落 飞快恢复 神魂之中的阴气也明显减弱几分 取而代之的是纯正阳气 此消彼长 离真正的纯阳之躯又再更近了一步 凭此蜕变 历史修为暴涨 稳居到近三重 此时 铜山洞天 山门广场前的铜山大殿上 肖清明和一众参议长老正在商议正式 一项又一项关乎宗门运行和门人利益的议题决定下来 整个场面肃穆威严 而又不失效率 在李婉离开宗门至今 已经足有八年过去 在这八年的时间里 宗门一切如常 甚至大多数的长老都不知道李婉已经外出 而是认为他还在悟到崖上闭关前修 这本是宗门机密 也不必多提 吴长老死意甚好 有关贡献法宝 归入宫库之事 就在这时 肖清明正在谈及的话题中断 从大殿的一侧 一名贴身是必悄然进来 密语传音说了些什么 肖清明眼中一色一闪而过 随即不动声色地吩咐他下去 肖夫人 可是有什么要紧事 用不用暂停电议 或者把议题延后 由长老问道 肖清明笑道 不必 这件事情正要告诉大家 是赤阳门方面传来消息 经过多方努力 开启在黄罗山一带的大新门 终于被清瑶公太上长老所天道人摧毁 贫富战乱 指日可待 什么 黄罗山大新门被摧毁了 大新门摧毁 要么没有了入侵途径 再也不足为患了 就算是魔神 见此情形 也只能尽快寻找退路 否则的话 一旦我人族修饰大决反攻 必定无路可逃 这场灾祸持续了整整20年 也是时候该结束了 众人兴奋热议 正如他们所见 黄罗山大新门的存在 对妖魔而言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了这一新门 妖魔气焰必定大减 这一事 完全可以称作是整场战役的转列点 大家近一近 现在我们也只知道新门被毁的消息 至于还有多少魔神滞留大千世界 妖皇高手几何 尚还不甚了解 可是清瑶宫和其他四大宗门联合发来通寒 要我们派遣高手 参与最终决战 不知各位长老对此有何看法 肖清宁等大家议论了一阵 突然抛出了一个棘手问题 众人听到 原本兴奋热议的场面顿时冷却 整个大殿变得鸦雀无声 最终决战 第959章气宗腾飞的机会 毫无疑问 各方大宗受够了群魔乱舞的局面 决心调兵浅江 平定祸患 各位长老对此有何看法 肖清宁掌控气宗 借的是李婉权柄 但毕竟不是李婉本人 从法理上看 长老名为都是属于荣誉特寿 远远排在其他长老之后 当然要给足其他长老面子 他纵然心中已经有所决断 也不会立刻摆上台面 而是要与各位长老商量着来 摆出共治宗门的姿态 此事说来简单 真做起来 却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和难处 与我其宗而言 也必定是有待商榷 断不可能一概答应或者拒绝 荣长老所言即是 前者是轻易把自家利益交由大宗主导 而后者则是游离于其他宗门势力的联盟之外 容易受到排斥 这两者都不该是承受宗门所为 还需有个万全之策 绝取最大利益才行呀 众长老纷纷言道 肖清您看向一旁沉吟不语的张庆兰 张长老 你怎么看 张庆兰道 夫人 张我以为 这次会蒙 不失为我器宗扩大影响的绝佳机会 肖清您神情为动 你的意思是 要倾向主动 张庆兰道 不错 这场魔灾爆发 是万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大难 尤其在北方 繁民各国 十几个王朝都被妖魔毁于一旦 实在惨绝人寰 就连修真戒 也都有破家灭族之事 妖魔肆虐之处 所有本土豪强势力都受到波及 不过 也正因为如此 反而无端生出许多机会 如果本宗抓住这些机会 未必不能取代那些豪强 把自己势力根植上去 见仲参议长老若有所思 张庆兰又解释一番 他心中的想法 他认为 魔灾的爆发 是对原有秩序的巨大破坏 那些运气不好 或者实力薄弱的当地豪强 大多都已经破灭 即便有子弟远避他乡 侥幸免于死难 将来的数百年内 也无力回去经营发展 只能沦为 克决他乡的流亡势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天南其宗将有机会 接收一部分无主之地 把那些次等福地 宝山矿坑等财富 争取过来 如果此事能够成功 天南其宗必将迎来一个 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迅速完成底蕴的积累 向着大宗发展 在洞天福地方面 固然还是远远不及大宗 但附庸势力和外界领土 应当是足够了 大宗基业 主要在于洞天世界 这是山门所在 难挂了其他大小势力 所拥有的一切 本宗在这方面 所拥有的是同山洞天 却是来源于 古时前辈的馈赠 论品质 排在各方中下游 与本宗统于本土气道 独占一行的地位 大为不符 如今 本宗财源 大多来自于宝财交易 和炼制订单 尤其后者 更是我们赖以立足的根本 不过 这些终究不如 灵山伏地 坐地收财来的可靠 这世间真正的财富 还是在于那些 大宗赖以为重的基业 再论基业 洞天世界是其一 它南瓜一切 最为重要 灵风伏地是其二 烧次一等的次等伏地 是其三 各大灵矿 要圆 宝山矿坑是其四 但是这些基业当中 我们的洞天世界 已经受到先天所限 眼下也不再是中古时期 各方混战 彼此征伐的年代 只有退而求其次 以下面的二三四者为重 上次灵尊统领联盟修士 池园赤阳门 除了赢得同盟之余外 也是看重摇山园一代 十六座灵风伏地的租界之权 以其为报酬 相当于一次性增强 本宗实力一成有余 千年之内 多出十六座灵风伏地可用 本宗原本只有百座灵风 这样的增长 已然极为可观 不过 租界毕竟不是真正拥有 千年时间 这多也就是培养四五代 灵风风主 真传弟子 并不能够给本宗 带来值的改变 因此还是要将更多目光 放在能够真正收入囊中 归我所有的事物上来 这些事物 无疑是以赐等伏地为罪 比如那些灵谷 灵动 灵狐 都应该是手中之物 宝山矿坑 灵要原地 是附属目标 以前我们所能采用的手段 至多便是向立山矿一般 花大代价 从那些拥有他们的市家 豪强手中收购 不过现在 北方大部分的市家 已经宣告破灭 他们拥有的基业 成为无主之地 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占据 从此改为本宗所有 张庆兰的一番话 引发了众长老的热烈讨论 抛开纷扰 直指本职 宗门市家想要获得最大的发展 的确就该如此 虽然听起来 有些像是趴在那些破败 宗门市家的尸体上食腐 但却也正是这些腐肉 能够为天南气宗 带来最充足的养分成为其发展壮大的根本 那么应该如何去做 能够坐在这座大殿中参议的长老 或许各有私心 但却绝不会有昏庸迂腐之人 自然不会有人站出来反对 但现在摆在眼前的 除了美好的前景 还有巨大的难处 张庆兰所提之是 无论如何 也绕不过雄具天南的五大巨头 他们绝不会错过这般的机会 这次会蒙与妖魔决战 也注定了要以他们为主 天南气宗无论底蕴还是实力 都远远不足与和他们相争 肖清宁见气氛炒热得差不多了 暗暗点头 说出了他的看法 我们的目标 应当不会与那些大宗冲突 不 可以见得 肖清宁此言一出 众长老境界意外 张庆兰眼中也闪过一丝一色 肖清宁此言 几乎便可以确定是完全赞同他的大略 不过 具体到细节颇有几分不同意见 肖清宁似乎早就考虑清楚 淡然说到 我们原本便在西北罗山园和中布湖山园一带深游影响 也掌控过不少气道相关的本土豪墙 完全可以借助他们 把这两储地方一并拿下 而西北以江 皆让东北和中州的大圣国 也是必争之地 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 都彻底放给五大宗 众人文言 眼前一亮 罗山园 虎山园 大圣国 这三处地方 的确可以连成一片 如果全部归为本宗掌控 整个天南西北 便都在我们掌控之中了 这么大一片地方 该有多少基业财富 就算被妖魔肆虐 损毁许多 也总可以恢复过来 到时候就全部都是我们的了 可这好像有些大了 连年近千万里 涉及各方利益无数 我们真能拿下吗 就连过去 我们也只是通过垄断宝财市场 对各方世家影响 要怎么才能彻底拿下 这是一大疑难之处 萧卿明文言笑道 各位长老无需担心 这三处地界 在于图测的次等福地 虽然有共计3365座之多 但是他们品级良幼不齐 受到魔灾影响之后 剩余价值也堪忧 就算大宗占据了他们 也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修复 这不是立刻便能带来好处的东西 反而有可能成为拖累 腐肉毕竟就是腐肉 虽然可以带来养分 但也不是随便就能消化 萧卿宁提出的一大争夺手段 就是跟那些大宗比拼胃口和消化能力 在这方面 天南气宗看似体量瘦小 最为孱弱 但实际上 几乎没有被妖魔侵入过本土 别无内患 反而成为了巨大的优势 试想想 五大宗若是自家临风伏地都恢复不过来 各种人力物力紧缺 又怎么会有心情和胃口 去跟天南气宗抢夥这些腐肉 而且魔灾过后的糜烂之地 除了肖清宁提出的这三块地方 还有不少山原和大国 与大宗原本的势力接壤 对他们而言 价值反而更高 各位须知 像是阳门这般受到妖魔直接攻击的大宗 修复姚山原十六峰 都需要借助我们之手 自然不会去争夺那些不切实际的利益 他们的重点 应当是以接壤领土为主 而玉禅宫 正气门 虽然受到魔灾波及较小 但这也是因为 他们的主要势力在南方 这反而成为不变争夺的关键 对他们而言 西北完全就是一块非地 我认为 那些大宗与我们的着眼之处不同 却反而是依存于大宗的中小宗门 更有可能与我们争夺 不过 他们没有到境巨拨镇守 物足为患 肖清宁把其中官窍解释一番之中 众长老境皆恍然大悟 大有思路开阔的感觉 原来如此 我们还真是老了 差点错漏此中关键 虽然有胃口的关爱在 但大宗完全可以先抢夺到手 吞或狙起 如果我们不够坚定 就有可能平白错失机会了 这种关键时刻 考验的是各方手段和能耐 看清此中弥局 才是关键 肖清宁此时提出的三大必争之地 无疑给众人指明了目标和方向 也把整个器宗的力量凝聚起来 对接下来的利益志在必得 出到这里 就不得不提 占据这些无主之地的名目了 五大宗的号召 给大家指明了道路 刻定祸乱 力挽狂澜 应该可称名正言顺 也是将来重建秩序的最强法理所在 第960章圈地 我们是秩序的创立者 不是破坏者 因此占据这些无主之地 乃是天经地义 肖清宁这一言 为争取西北之事下了定论 众人文言点头 挑战安稳秩序 就是挑战天下大宗存立的根基 难度非同一般 也亏得有这次魔灾 打乱了原本的秩序 方才有其宗下手的机会 等到以后局势稳定下来 在动荡期间获得的一切 都将受到承认和保障 这就是所谓的机遇 肖清宁随即各方派遣自己的弟子和门人客亲出战 这事为宗门效力 大宗征召器宗 器宗便征召他们 也是提忠应有之意 由于有潜在的巨大利益 众长老都表现得非常配合 就连下面的真传弟子们 也纷纷热议 讨论自己和道友能在此事扮演何等角色 同山洞天只有区区百座凌峰 策峰百位封主都不够 无法满足大家发展壮大的需求 于是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争取那些次等伏地 想当年 就连黎丸也是空明谷主 虎丘谷主 他们自然要尽力 宗门内部 必然是以赏功罚最决定最后的分配 他们想要有所收获 就必须要有所贡献 器宗上下一薪 筹备出战 天南方面 五大宗也迅速安排好了对抗妖魔大军的主力 以五大宗为首 数十宗门世家参与的联盟大军 迅速推进清风源 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爬起 这一次 人族修士要反攻 西北罗山园 顿光飞驰 一群身着悬衣的修士匆匆从这片饱受妖魔蹂躏的大地上空飞过 其中为首之人 赫然正是曾经在罗山园分舵认识 负责联络和庇护附庸各家的云昊 如今云昊已经兼任其宗护法总堂的副堂主 排名由在其他不同出身的同僚之上 由于正堂主是由戒律院首席 大建师基庄兼任 他实际上执掌着整个堂口 堪称大权在握 紧紧跟随在他身后的 是向南 妙云 莫归云 白岩四人 他们为御神卫副统领 各自也带领着诸多死士模样的御神卫高手 配合云昊与护法唐诸人行动 真没有想到 这些年不见 这处地方已经糜烂至此 云昊面带凝重 看着下方破败的山河 云唐主 这次我们的宗门寿命 出战此地 也正是为了把他从妖魔手中夺回 等到以后魔灾平定 自会有大笔重资投入 尽快回复原样 向南笑着说道 正是如此 所以我们此行责任重大 必定要全力以赴 现在不是感怀的时候 云昊也很快控制住情绪 回过神来 对众人说道 众人竟皆称是 护法总堂与御神卫联合出动 是为勘探罗山园 虎山园各地如今的情况 为战后接收做准备 此外 天南其宗组织起来的 抗魔联盟和雇佣散修重 也在葛南的带领下多线并发 全面收复指定之地 并在那里迅速建立据点 这是圈地占领的节奏 在此期间 作为逆位的他们 虽然不用上前线 与妖魔大军展开正面厮杀 但却也担负着 不雅于前线修饰的众人 他们不仅侦查妖魔敌情 更要兼顾其他宗门和世家的活动 提防外部势力介入 经过一段时日的努力 他们小有收获 这一次 之所以诸多统领聚集在一起 也是为了参见葛南 说明他们掌握的情况 以便宗门高层做出正确决策 葛南朱丹和博云三大原因高手 留下三成左右力量在摇山园 剩下的七成都带到罗山园和清风园一带来了 由于圣阳门 断空门 刘洪门等几个宗门世家的长老 供奉之流 都已经脱离联盟 回归几方势力 他们所能调动的原因高手 都是那些散修 但也足有近三十位之多 这是一股庞大的力量 而云浩等人 冲认的就是这些原因大能的耳目 不多时 众人非抵一座被挥满笼罩的山谷 四周荒芜人烟 枯藤老树 死气沉沉 灰蛮浓重 从外面看 也见不到里面的情形 但若有修士从天空飞过 必定不会在意 因为妖魔肆虐之后 原本山清水秀的灵地和原野大多已经生机不在 都是这样一副破败的模样 云浩抛出一面权杖 权杖当空大放光芒 带着接引之树照向里面 很快 并见云雾分开 一座错落有致的金色庄园在山岗上显露出来 里面人影错动 生气宛然 一副热闹结实的模样 你们终于来了 阁长老有请 在云浩等人进入到这个山谷之后 很快便有一名其宗弟子迎了上来 对他们说道 云浩看了看对方 衣服上绣着的正式树政院执事的标志 微微点头 带着四名副统领进去 参见阁长老 见过各位道友 进入到谷内主楼 云浩一抬头 便看见了堂上高座的葛南 还有几位陪同他一起来此的宗门客卿 于是失礼见过 各位 请坐 葛南汉首致意 云浩等人和他经历相似 而且此时也出任宗门职位 各有权柄 自然不能当作普通的结单修士看待 就连葛南这位跟随离完已久的老人 也要对他们尊重有加 云浩五人谢过葛南 在墨席的座位坐了下来 云堂主 最近这段时日 五大宗可有什么动静 葛南命人奉茶之后 也不寒暄 开门见山问道 他口中的动静 自然不是指前线战士 他刚刚才从清风园回来 对那里的情况再清楚不过 赤阳门正在积极西境 寻求恢复原本附庸属地 飞仙宫和清瑶宫刚刚经历大战 似乎还在致力于清理临风 抚恤死难 并没有挺进虎山园和罗山园的意思 云浩领会葛南意思 把自己近日汇总的各方哨探情报 简单交代了一番 说完这些情况 云浩似有一律 顿了一下 方才说道 至于正气门 似有进入罗山园的打算 不 葛南神色一动 连忙问道 怎么回事 是这样 罗山园中部一带 有个叫做龙山吴家的修真世家 是天南北方龙山国的豪强 在与罗山园接壤之地 拥有林谷和矿山基业 原本魔灾爆发 吴家大部分族人迁到善城动天避难 如今大宗反攻在即 他们急于收回家族基业 便主动请英 随同联盟大军来到龙山国 云浩伟伟道来 原来 龙山吴家的先祖 曾有人在正气门做过真传弟子 但没有在善城动天落地生根 而是外放出去 做了镇守繁民国度和别院道场的地方豪门 他们这般的修真世家 通常都会一面把优秀子弟送入宗门学艺 以其重现元祖辉煌 一面又在地方苦心经营成为对宗门举足轻重的附庸势力 在洞天世界之外 宗门掌控各方便是靠的这般家族 正气门对这等附庸家族的扶持力度也不小 专门派遣高手相助 但在这相助之余 似乎也有一起前来的真传弟子对吴家基业之外的地方生起了兴趣 他们相互窜夺着 试图要趁这次各方动乱的机会 给自己打下立业的根基 竟然把主意打到了罗山园来 难道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立下的戒碑吗 葛南周梅问道 萧清宁定下的大政是全取罗山园 古山园和大圣国三帝 因此不管结果如何 首先便沿着三帝边缘立了一圈戒碑 向各方势力发出暗示 如今时局混乱 任何人都有可能占据地盘 甚至那些草莽散修 无名高手之流 也有可能趁势而起 成就一番事业 气宗并非贪得无厌 但想要达成目的 就不可能容许自家势力境内有这种事情发生 若不然 今后这些真传弟子站稳脚跟了 就会凭空把他们的利益侵吞不少 我们的戒碑 他们应该看到了 但未必放在心上 他们背后也不是没有宗门 甚至有可能 是上面授意这么做的 云昊苦笑一声道 与气宗以宗门名义 先行圈地 在内部瓜分的策略不同 正其门这等大宗 数个豪门家族联合起来 就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开疆拓土 赚取福利基业 因此 云昊也吃不准这些 究竟是他们自己临时起义 还是宗门授意 但无论如何 这般行为对其宗都是不利 因此在葛南面前单独提出 先私底下派人警告他们 如果拒不退出 后果自负 葛南沉吟一阵 对云昊说道 云昊默默点头 葛南等人有抗魔重担在身 这种事情 也只能由他们去办了 云昊又再说了一番其他诸事 他们的人走遍三地 已经探清不少地方的现状 那些彻底破络的无主之地 解决起来最简单 直接立背占地 据为己有就行 尚有相伙一事的 则派人接触 打探虚实 其中有部分人已经被收冻 同意办入其宗 再以内部纷争的名义 慢慢协商解决 也有部分经受不住威逼利诱 决定放弃那些图具虚名 已经不再为自己掌控的基业 感谢观看